已开启副本,清水村,通关期限,七日,参与人数,六人,难易程度,五星,副本的信息传入脑海,江诺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看着周围,是个五星副本,怪不得从刚才开始,他就觉得这里的氛围不太一样,周围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池塘的正中央,江诺也随之望去,只见池塘的正中央,还有一处半人高的圆柱形石台,石台上方有一道沟楼的,瘦弱无比的人影,那人影跪在石台上,身体不住的颤抖着,各位父老乡亲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审判,请 各位做好审判王二妞的准备,一道苍老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江诺发现周围的人都开始兴奋了起来,审判什么?不知道啊,看看再说,一旁有一对明显不是村民的男女,紧张地说道,江诺看了两人一眼,确定他们也是参加者,六名参加者,还有三人未出现,你不要石头吗?江诺的身边,一个村民模样的男人,缓缓转头问道,石头?江诺这才发现,每个村民手中都拿着一块或大或小的石头,于是他回答道,我刚刚弄掉了,我再找找。 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江诺还是选择了隋大流,他也捡了一块石头捏在了手里,别再弄掉石头了,王二妞可不是好人,咱们要砸死他。男人的表情刚刚缓和,便又恶狠狠地看着石台上的女人说道,砸死王二妞,看来那原住台上的人就是王二妞。江诺刚来到这里,根本不知道那王二妞犯了什么事,竟能引得这么多人都用如此仇恨的眼光看着他。你们为什么不拿石头?你们是对今天的审判有意见吗?不远处传来村民的质问声,江诺看过去,发现是刚才的那对男女正一脸不知 所措的看着周围的村民。我们,我们,男人戴着一副眼镜,他只觉得情况不太好,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今天才刚来这里,请问这位哥哥,那姐姐是犯了什么错啊?一道有些缓慢,但却娇春的声音从那对男女身后响起。江诺听到这阵熟悉的声音,这才发现那对男女身旁还有一人,是白石翠。白石翠正扯着一个庄家汉的衣袖,眼神迷茫,毫无攻击性可言。刚才还一脸愤怒的庄家汉立刻收起了满脸怒容,连语调都平缓了许多。他说道 原来你是今天新来的呀,那就没事了,王二妞他客死了丈夫和小叔子,大家都认为他不吉利,你说他该不该死。周围的声音沉寂了数秒,一道道目光都看了过去。白石翠连忙点头,哥哥说的对,哥哥真是太会说话了,我也这么认为呢。说吧,他还捡起了地上一块石头,那庄家汉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旁的一对男女健壮也连忙模仿着捡起了一块石头。周围的人这才移开了目光。白石翠也看到了江诺,他先是一阵惊讶,随后激动的朝江诺挥了挥手。江诺点了点头,示意 他稍安勿躁,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情况。白石翠也很快会移,又继续拉着一旁的哥哥问了起来。审判很快开始,一个留着山羊湖的老汉站在池塘边大声说道,王二妞来我清水村不过三年,先后客死了丈夫和小叔子,不仅如此,他还拒绝侍奉清水和神,乃不及之兆,从现在起,审判开始。老汉的声音刚落,如雨点般的石块伴随着周围人的咒骂声朝干枯的池塘正中间砸去。圆柱台上的女人很快就被砸得头破血流。呜呜,别砸了,别� 二妞是个好人,我愿意娶她,我愿意娶她。一个壮丝疯癫的男人跑进了池塘里面,他朝周围的人大声喊着,疯子,哈哈,疯子也想娶老婆。疯子是个老光棍,老光棍已经盖好了新房,就等着娶老婆呢。怒骂声变成了嘲笑声,但砸去正中央的石块却停了下来。于是,这场审判很快就出了结果。由于疯子愿意娶寡妇王二妞,所以王二妞将不再接受审判。不过那老汉却朝姜诺走了过来,他的眼神直勾勾地扫过姜诺� 为什么你们没有丈夫?你们的丈夫呢?丈夫?姜诺不明白为什么这白胡子老汉要这么问,很显然他问的是在场的他和白石翠。只有他和白石翠是自己单独站在人群中的。其他女人身旁都有男人。立刻有妇人大声道,不吉利,不吉利,他们没有男人,他们是不吉利的人,他们应当接受审判。那对男女并没有被村民们指着鼻子骂,两人都露出了庆幸的表情。姜诺正思考着要不要包里拿出诡异球,放出货将军来挡一挡,却听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我是她的丈夫。 这声音让姜诺露出了一丝微笑,是秦轩。她进入副本之前,正巧秦轩来她的店里坐着喝茶,看来两人是一同进来了。白石翠也很快就找到了目标者一个身形高壮的男人。男人上身穿黑色短皮夹克,下半身身蓝色牛仔裤。一看便知是和他们一样的参加者。他,他刚刚去上厕所了,他就是我的男人。白石翠单手指着面前的陌生男人,连忙说道。皮夹克男人神色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最终还是没说什么。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些什么吗? 带人群渐渐散去,那对男女先走了过来,眼镜难问道。江诺和秦轩看上去都太镇定了。他们站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情侣一样。那边,江诺指着石台。村民们已经走远,他们的身影在漫天的漂浮的黄土中显得无比死寂。倒是池塘正中央那石台上的王二妞和疯子显得更加鲜活一些。石台上浮现出了副本的通关情况。 完美通关,何久,于瑞好,优秀通关,姚磊,赵志慧,潘海康,普通通关,吕明知,王曼,有人通关过,就证明不是死亡副本。眼镜难身旁的女人说道。你找到了规则。江诺问向秦轩,刚刚秦轩出现的实在是太及时了。嗯,这里年满16岁的女子都需要有丈夫,否则会被视为不吉利的人。另外,清水村已经连续三年干旱,颗粒无收,近一年开始爆发饥荒,饿死了不少人。秦轩将自己刚才打听到的消息都说了出来。他进入副本的时候,就站在池� 一旁的另一边。他也看到了江诺。这些消息,都是他边走过来边打听到的。并且他还找到了一张规则,村里夜晚不要外出,不要住在挂红不条的村民家中。千万不要靠近任何水景。现在已经快六点钟了,我们该找住的地方了。皮加克男背着一个双肩包,在看过规则后说道。江诺,你们俩认识?白诗翠将江诺拉到了一旁悄悄问道。嗯,是朋友。江诺回答道。白诗翠看起来没太大变化,只是眼中比在云雾酒店的时候多了几分自信。怪不得,真是太好了,我终于又遇到你了。 白诗翠想要拉着姜诺好好说说话,但他很快就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的确该找住的地方了。而石台上的王二妞也被那疯疯癫癫癫的疯子扶了下来。二妞,我带你回家,我有家,我有房子的,我这就带你回我的家。疯子边哭边扶着那王二妞朝前走去。我们先跟着吧。江诺说道,王二妞可能是关键线索,几人都没有意见地跟在了一身一浅的两人身后。他们的确还不知道回村的路该怎么走。清水村的名字和他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漫天的泥沙仿佛静止在了半空中,让远方的视线看起来非常的不真切。路两边满是干枯的土地,土地上村列的纹路和池塘中的相似。这里不知已经干旱了多久。几人跟着疯子和王二妞走了十多分钟,终于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村庄。没有鸟鸟吹烟,也没有鸡鸣狗吠。整个村庄没有半点声音,只有一片死寂。那是什么?和眼镜男人一起的女人指着村口的一棵大树精叫道。那大树下竟然还悬挂着几具尸体。再走近一些看去,几人发 发现那些尸体都已经成了骨架。这个发现让两人都惨白了脸。这是什么鬼村落?哎呀,真的好可怕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干尸呢。白尸翠捂着胸口说道,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干尸,怪吓人的。眼镜男十分赞同的附和着,这不是干尸,只是被踢了肉的骨架而已。秦萱上前打量了片刻,十分确定的说道,干尸是脱水并经过特殊处理的尸体,而这些尸体只剩下了骨架,骨头上都有被力气刮过的痕迹。谢谢啊,更吓人了。眼镜男身旁的女人叫赵慧 他紧紧地抓住眼镜男的胳膊,并且不住地往周围看去。他很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莫名的恐惧。咦,他们人呢?一转眼,白尸翠发现走在前面的王二妞和男疯子都不见了。糟糕,跟丢了。眼镜男身头又看了看,已经完全看不到那两人的身影了。前面第二个路口右转,他们去了那里。江诺说道,他虽然也在看那些悬挂着的尸体,但一直注意着王二妞两人。果然,几人一路小跑,在江诺所说的小路上看到了走在前方的两人。 小路上有几户并排的农户。这些农户的外墙都是土墙,门口都绑着一根鲜艳无比的红布条。一个绑着发戚的妇人站在其中一户门口。她微笑着看着几人并问道,你们也是来拍结婚照的吧?要不要住在我们家?我们家正好有干净的客房。村里夜晚不要外出,不要住在挂红布条的村民家中。尽管那妇人看起来在亲切,几人也没打算住在这里。江诺问道,以前也经常有很多人来这里拍结婚照吗?就在刚才,几人脑海中都多出了一条信息。他们是三对正准备结 结婚的情侣,也是约好来清水村拍婚纱照的。那妇人叹了口气道,以前的清水村青山绿水,每天都有很多新人来这里拍摄婚纱照,好看的嘞。只可惜,这几年滴水未降,清水村成了一个汉村,来拍婚纱照的人就少了。原来是这样,我们还想在村子里多看看,有机会再住您家客房。江诺打听到想要的消息后就委婉地拒绝了。就算住宿,也要找没有红布条的住处才行。疯子带着王二妞走进了一处奇形怪状的土楼。六人跟在后面,在看到那栋土楼的时候,都不约 而同地震撼起来。土楼每一层都歪歪扭扭,泥土和石块交错雷起,中间多处收窄,看起来极为的不平衡。可也就是这样的土楼,竟然足足盖了六层之高。他静静地住立在那里,像一棵别扭的歪脖子树。疯子走进土楼转过头来,他看着六人露出了一抹奇异的笑容。没有红布条。秦轩说道,就算是没有红布条,我也不敢住这里,那可是个疯子。眼睛难说完,女人也不住地点着头。这楼看起来风一吹叫倒,隔壁也没有红布条。皮 天色已经越来越暗。他们不确定从几点开始是村子所谓的夜晚。好在隔壁那户人家同意了他们的流速。那是一对年龄看起来并不协调的夫妻。男人已经花白了头发,可女人仍然风华正茂,约莫三十多岁而已。真是羡慕你们年轻人啊,我从来没有拍过婚纱照。女人一边羡慕一边端来了一壶茶水。而那花白头发的老汉却不住地打量起几人的背包,住在家里,要交钱的。一个晚上多少钱?眼睛难似乎也口渴了,端起那茶水就要往杯子里倒。和他一起来的照 会拽了拽他的胳膊。眼睛难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但他也很快意识到了什么。其他四人都没有去碰那湖水。且刚才一路上他们也看到了村子里的景象。清水村正缺水。于是他连忙放下了杯子,不敢再去碰那秀气斑斑的热水壶。女主人显然有些失望。见几人都不喝水,他则端着那湖水又走了进去。既然你们不口渴,那就要交更多的钱了。老汉盯着六人,他伸出了一只断掉的手指。每间房一百明币。虽然有些心疼钱,但几人还是各自付了明币。我们今 今晚,秦轩还是想要征求一下姜诺的意见。这户人家只有三间房。他与姜诺是熟诗,但如果他介意,他可以另外再想办法。没关系,我和他一个房间。姜诺指着白诗翠,笑着说道。是啊是啊,我们两个女孩子一间房,哥哥你和他一间房就好了。白诗翠对皮夹克说道。我和你很熟。皮夹克终于忍不住问。嘿嘿,怎么说也是生死之交,刚刚还是你救了人家的命呢。白诗翠低着头,脸上竟露出了几分羞涩。姜诺是佩服的。白诗翠的演技已经炉火纯青,可以原地 出道了。皮夹克男人的脸上一脸错愕,但还是摇着头进了其中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我倒是不知道你这么能演。边打量着这间破破烂烂的小房间,姜诺边道。全靠演技嘛,装装弱小,总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人不把我当回事的。我只需要表现出弱者该有的疑惑,各种情报就自然手到擒来了。白诗翠看着姜诺,姜诺还是和初见诗一样,一点没变。他不在意别人的感受,但是唯一在意姜诺对自己的看法。只是不知道姜诺会不会介意这样的自己。挺好的,不拖不抢不害人, 你是凭自己本事的。姜诺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相反,他认为白诗翠很聪明。白诗翠微愣片刻,随后笑了起来,对吗对吗,有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放心?没什么啦,倒是外面那个大帅哥,人靠谱吗?白诗翠对所有男人都有阴影。在他的记忆里,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不能说完全靠谱,但在这里面可以相信。姜诺想了想之后回答道,秦轩应该算是比较靠谱的人。就连你都这么说了,那我知道了。白诗翠说完从自己身后的包里拿出了一个小包。随后,将小包里面的东西 都倒在了桌子上。他竟然收集了这么多的玉石。这让姜诺完全没有想到,毕竟当时他也只是说书而已。之前还欠你的钱呢,你说可以用这环的,可不许反悔。白诗翠边道边说道,我不会反悔。姜诺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玉石,这比他当初给出的几个能量棒可有价值多了。那就好,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白诗翠原本还担心这个五星副本不好对付,但是现在看到姜诺,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嗯,纺织公寓,我在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白诗翠也是完美通关 不过姜诺心中对纺织公寓还存有疑问。什么?你被分到了205?205那个小胖子可不好对付,他足足吃了我们两个人。白诗翠听后都为姜诺捏了一把汗。他们一行人中,有一名女生被分到了205,原本大家都羡慕那家里只有一个小男孩,没想到那却是最难应付的一户。因为小男孩不能饿着,女生接连被吃掉了手脚和四肢,甚至最终连头发也没有被放过。205果然不一样。姜诺已经确定,白诗翠所见到的小男孩和小举不是同一个。小举没有吃过人。 怎么会不一样呢?副本的NPC不都是同一个吗?白诗翠从没听过这种情况。他在纺织公寓里足足呆满了半个月,最后才弄到了所有的调解书。是啊,这还真是怪事一件的。姜诺没有再多说关于纺织公寓的事。此时两人打量起了身处的小屋,小屋的墙壁上被熏上了黑曲曲的烟灰。木质窗框中的玻璃上落满灰尘,几乎每一块玻璃都有裂痕。一些较大的裂痕处贴着褪了色的广告纸,而窗外就是浓厚的院子。小屋里只有一 白诗翠说道,嗯,这里什么都没有。院子里没有农具,没有饲养任何家禽,不像是正常农户人家。姜诺好奇这个村子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门看起来也不牢固。白诗翠试了是门栓,随后开始哼哧哼哧的挪动屋里的桌子。他想要用方桌挡在门后。不用。姜诺打开背包,拿出了装有霍将军的诡异球。诡异球被打开,一身黑衣的霍将军出现在了两人面前。黑是你呀,大块头。白诗翠也还记得在云雾酒店中的霍将军。那时的� 一身铠甲。霍将军面无表情地看着和他打招呼的白诗翠,并没有任何回应。今天晚上,守门就拜托你了。姜诺说道,有契约诡异守门,他们两个女生就不用轮流守夜了。好的,主人。霍将军这才硬道。白诗翠摸了摸鼻子,姜诺的契约诡异他是知道的,有了他守着,他们即便是两个女生也不必怕什么。而在临睡前,姜诺又在枕头下面摸出了一张规则。若有村民回家,请盖好被子,不要惊了村民。姜诺随手将规则发给了秦 秦轩。在秦轩两人的房间里,皮夹克刚躺在床上,便感觉到床下似乎有古怪。我叫高原,这下面有东西。皮夹克对站在窗前的秦轩说道。两人一同掀开床板,床下的一幕让高原瞬间变了脸色。他险些没叫出声来。几只老鼠正在啃食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熟料秦轩竟是毫无反应,他甚至丝毫不觉害怕地将手朝那具尸体伸过去。你干什么?不能碰。高原制止道。秦轩这才说道,幻象而已。你看那几只老鼠,他们根本没有任何 反应。老鼠没有反应。高原此时才意识到,正常情况下人掀开床板,老鼠都会被吓得逃窜才对。可那些老鼠像是没看到他们一样,继续啃食着尸体。看着秦轩一手伸向床板下,随后拎出来了一只裹着血液的枕头。高原这才长松了一口气。果真是幻觉。可是他怎么会知道?隔壁找到了规则,今晚安心睡觉。秦轩说道。好,刚刚谢了。高原的脸色已经缓和了很多。江诺发来的规则他也看到了。看来这次副本里遇到的这几名参与者和他之前遇到 那些人都不太一样。入夜,窗外却刮起了大风。大风席卷着沙图打在玻璃窗上,发出阵阵撞击声。白诗翠很佩服江诺,在这样的环境下竟也能睡得着。吱呀!一阵奇怪的声音让白诗翠瞬间惊醒了。院子里的门被打开了。有脚步声走进了院子,并且不止一人。黑暗中,白诗翠看着墙角处的黑影,心神安定了几分。那是霍将军。有霍将军在,也许他们这间房间是安全的。然而没过片刻,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白诗 白诗翠转头,借着窗外莫名的光线,他发现江诺已经睁开了眼。去……江诺对他示意道,这是让他不做回应的意思。白诗翠点了点头,外面的光线,像是火把摇曳出的光。真是……好累啊,离地,好累啊,不知道娘有没有给咱们留饭。娘说,今年是灾年,晚上回来没得饭吃。可是我好饿好渴呀,没有饭,哪里有水喝一口也成。哎,快回屋吧,只有村长家才有水可以打,等明了让爹娘去打些水吧。门外的聊天声停下,随后便是一阵安静。白诗翠本以为门外的人� 敲不开门已经走了。正当他想要说什么的时候,江诺却捂住了他的嘴。紧接着下一秒钟,那插着门栓的门竟然被直接推开了。一阵阴冷的寒气从门外袭来,白诗翠瞬间僵硬了。有什么人进来了?若有村民回家,请盖好被子,不要惊扰村民。江诺吩咐过霍将军,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不要有所动作。因为他也不想惊扰村民。黑暗中有人坐在方桌边叹了口气,听起来像是刚才外面说话的男人。随后他开始起身在房间里翻找着什么。没有水,没有水喝,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水 我要喝水,喝水呀。男人趴在床前凑近两人的头顶问道。腐臭的兴气从头顶传来,江诺却自始至终都闭着双眼。他们已经盖好了被子,如果回应,说不定会惊扰村民。况且有霍将军在一旁看着。他相信霍将军,不过白诗翠就没有那么好受了。他甚至能感觉到那男人在他的周围绣着什么。感受到白诗翠的发抖,江诺在被子下握住了他的手。咦,看来你们也不知道哪里有水喝呢?娘知道,娘应该知道,我要去爹娘的房间问个娘,问个娘,不知道过了多久,那道黑影终于 悠悠转身,随后拖着沉重的步伐朝门外走去。两人听到他又敲响了隔壁的门。那是秦轩和皮夹克的房间。走,走了?白诗翠紧绷的神经松了松。嗯,这房间应该没事了。江诺判断道,他们没有违反规则。江诺注意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大概一个小时后,他才听到有人出来。呲啦,呲啦,鞋底在不怎么平整的水泥地上摩擦出的脚步声,每一道都让人无比担心。白诗翠生怕那声音再次回来。不过很显然,那声音去了第三间房,也就是赵 赵慧和眼镜男的房间。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概是因为危机已经被解除,江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六人间安然无恙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只是赵慧和眼镜男的脸色并不怎么好。我都说了,让你别睁眼,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赵慧生气地质问着,眼镜男名叫王传世,也是他真正的男朋友。正因为王传世睁开眼看了那个黑影的眼,那黑影竟然躺在了他们的床尾睡了一整个晚上,直到凌晨十分才离开。我也,当时实在是没忍住。王传世仍然一脸惊恐。他看到了, 看到了那男人的脸,真是后悔和你登记了。赵慧叹了口气,他听到江诺和秦轩两人的房间里都没有传来任何动静,所以便也猜到了一些。只要不发出声音,装睡就会平安无恙。可偏偏王传世睁开了眼,当时他听得清楚,那道黑影发出的笑声甚至到现在还在他脑袋里回荡着。要不是我,上个副本你早就死了。王传世说道,两人争执得红了脸,江诺听了几句便不再感兴趣。果然就算是两个人在洛阳城登记过,也不能保证副本里始终意见统一啊。 白诗粹在江诺身边小声说道,秦轩却拿出了一条规则,在厨房找到的。不能吃新鲜的食物,如果有人让你喝井水,一定不能触碰它。这是关于食物和水的规则。江诺看完规则后也递给了白诗粹。恰好这时,农户的女主人端着什么又走了进来。你们起得挺早的呀,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早饭,别客气,随便吃。女主人端来的是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炒山货,新鲜无比的山野菜被炒得油光发亮,透着诱人的色泽。还有一小锅白米粥被 成在白色的瓷盆里,看起来格外香甜。这粥可是用我们的村的井水熬的,香着呢。女主人成了一碗粥,正要递到白诗粹手中。如果有人让你喝井水,一定不能触碰它。眼看两人的手就要碰在一起,白诗粹连忙后退了两步。大姐太客气了,我怕烫,要不你先帮我放桌上吧。白诗粹说道,幸好她看了那两条规则。这井水熬的粥里也是井水,它不能被碰到。你们快坐下来吃啊,待会就凉了呢。女主人对几人说道,眼睛男王传世望了一眼桌上那诱人的饭菜 也是只敢咽咽口水。他们都是有过负本经验的人。规则里说不能吃的东西,就是不能吃。山野菜都是新鲜的,这荒村怎么会有那么新鲜的菜肴?可那女主人却有些生气了,真是没见过你们这么不懂事的客人,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你们为什么不吃?你们城里人都是这么没礼貌吗?我们已经吃过早饭了,现在一点也不饿,大姐要是怕浪费,不如送给家里干农活的人。江诺说道,这些东西肯定不能入口。昨晚来的那两人分明说离地太累,又饿又渴。干农活?地都慌了, 哪里还来的农活?没有人有农活干。哈哈,你们不吃,你们不吃,我就端给疯子吃去,疯子专门吃剩菜剩饭。女主人狠狠地瞪了几人一眼,她生气地将几盘菜全都倒进了成州的锅中。原本晶莹剔透的米粥瞬间被染成了黑绿色,那一粒粒的米粒更像是正在蠕动的白虫。一旁的高原险些没吐出来,还好没吃,还好没吃。女主人离开后,王传世说道,咱们接下来去哪比较好呢?这个副本只有七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白师翠问道,村子不大, 难道他们还需要挨家挨户的找线索?疯子家,村长家,昨天的王二妞也在疯子那里。江诺建议先去疯子那里,他一直好奇王二妞到底犯了什么罪。赵慧也看得出来,江诺三人似乎是互相认识的关系。高原虽然是独身一人,但他却时刻关注着三人的进展,颇有融入进去的样子。咱们还是跟着他们吧,你不要再自作主张了。跟在四人身后的赵慧对王传世说道,知道了,王传世有些不耐烦地应道。几人走到前一日看到的土楼时,发现土楼周围已经 围满了村民。王二妞死了,疯子把王二妞弄死了。一个村民说道,语气里满是兴奋,死得好,咱们村子就是被这些外地人给弄坏的,不吉利的外地人,最好全都死光光。周围的村民议论着,并向江诺几人投来了怨毒的目光,看来这里对外地人不怎么友好。秦轩说道,嗯,不仅如此,对外来的女人更不友好。江诺看到前方不远处走来了一群人,被围在中间的老汉,就是前一日主持王二妞审判的人。他看起来六十多岁,上身穿米色棉布短挂, 灰白相见的山羊湖延伸到柏梗下方,一双精明的眼睛看向土楼方向。村长来了,大家快让开。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一听说村长来了,围在土楼外面的一群人都自动散开,为山羊湖腾出了一条通道。这里怎么回事?山羊湖神情严肃地问道,胡村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来给疯子送点吃的,一进来就发现这里出事了。送饭的女人也就是江诺几人所修行的一户的女主人,从周围人的话中江诺得知,她叫孙秀英。此时的孙秀英还端着那一� 没发臭的瓷盆,只是周围的人像是没看见一般。山羊湖点了点头,朝土楼里走去,她的身后还跟着不少看热闹的人,江诺几人也随即跟了上去。一进土楼,光线就突然按了下来,土楼里面堆满了废木板,石块和破破烂烂的铁锅以及满是泥土的衣物和鞋子。昨天几人见过的王二妞就躺在那堆废品之中,尸体从手臂胳膊处开始腐烂,而疯子正蹲在她的旁边,用勺子往她微张的口中喂着什么,像是浑然不知地上的王 干什么?胡村长身后的一个女人问道,疯子端着手中的破碗,抬头看向人群,二妞只是睡着了,睡着了而已,疯子,二妞已经死了,验在她在清水村待过几年的份上,我会安排人给她下葬。胡村长声音平静地说道,疯子这才露出了错愕的表情,不可能,二妞说饿了,我就给她煮了米粥,她吃了就睡着了,她怎么会死了?她又俯身拍了拍王二妞的脸颊,随后坐在地上,伤心地嗷好大哭起来。说不定就是疯子把王二妞弄死的,她自己做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就是,� 疯子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着,江诺看着王二妞的尸体只觉得可惜,他们还什么信息都没问到。我去那边看看,秦轩指着一个门洞说道,那应该是通往偏房的门,只是不知为何被盖成了歪歪斜斜门洞。好,你小心一点。江诺也在人群后正看着他们身处的这个房间,土墙上画满了涂鸦,说是涂鸦,其实是用木炭灰随意画出来的。那些画过于抽象,但江诺还是能看得出来,画里有不少手牵手的孩童,他们在河边玩耍着。河里有 成群结队的小鱼,周围有小狗,天上有小鸟,以及周围的树木草地。这些画是欢乐的。江诺在最下方看到了一条规则,不要试图惹怒村民,如果村民发怒,尽快速奔跑摆脱他们。村里不会有人来探亲。你在看什么呢?一个穿着红色花棉袄的女孩突然出现在了江诺身旁。她扎着两条麻花辫,圆圆的脸蛋甚是可爱。这些画,很有趣。江诺说道,村里其他人都穿着单衣,只有这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棉袄。这是钟成林以前画的,她就爱画画和做手 女孩说道,钟成林。见江诺露出疑惑神色,女孩说道,大家都叫钟成林疯子,可我不觉得他是疯子哦。你们是朋友吗?江诺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涂鸦,再转头过来,却发觉女孩已经不见了。江诺江诺,你猜我刚刚勾搭,认识了谁?白狮翠跑来神秘地说道,谁?江诺仍然在人群中寻找女孩的身影。只是土龙那本就光线昏暗,里外都没有了那女孩的踪迹。是胡村长的儿子,他听说我们要拍照,说可以带我们在村里四处逛逛,不过我答应了去他们家,没有答 答应他留下吃饭。疯子家里的线索断了,白狮翠记得江诺还想去村长家,只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村长家的方向,有人带着会好很多。好,一起去。江诺对白狮翠的速度表示钦佩,此时在土楼周围看热闹的人已经渐渐散开,王二妞的尸体被扔在了一个木板车上,有一个光头男人推了出来。别走,别走,二妞他怕冷,怕冷的。疯子拿着一块灰扑扑的布盖在了王二妞的脸上。随后他又手舞足蹈的笑着推开了木板车,二妞你走吧,以后都别来看我,我可不� 你来看我,你不要来找我了,疯子,快把这些饭菜吃了。孙秀英将瓷盆放在了疯子脚下,疯子蹲在地上看着瓷盆,他抱起瓷盆说道,二妞说他饿了,我给二妞送去,我给二妞送饭去。他转身走进了黑洞洞的土楼,关上了枝亚作响的木门,村长的儿子个头不高,体型有些微胖,名叫胡光耀。白狮翠见人都已经到齐,便向他介绍了江诺几人。胡光耀点点头,脸上一副自豪的笑容,我们清水村是出了名的拍照圣地, 你们来这里拍照就对了,我带你们去好地方拍照,你们一定能够生生世世,永不分离的。虽然副本里的人说话不用在意,可胡光耀那笑容再配上那句话,显得格外的诡异。毕竟一个黄沙漫天的汉村,再怎么看也不是拍照圣地。可以去你们家借水吗?或者我们买也行。江诺拿出了一张一百元的名币晃了晃。昨天在门外的两人所说的话中提到过,只有村长家里才有水可以打。或许是名币的吸引,胡光耀直勾勾的盯着江诺手中的名币,点了点头。你们应该买水喝的,我带你们 去,我给你们打水。太好了,有水了。跟在几人身后的赵慧高兴地对王船师说道,你们来这里没带水吗?江诺转头问道,我们在洛阳城里颠沛流离的,平日里找口能喝的水都不容易,根本没有背上多余的水。赵慧解释道,江诺这才明白,为什么张楚月建议她在店里售卖饮用水了。其实洛阳城里是有饮用水员,只不过被管控了,只有有住所的人才能顺利买到饮用水。秦萱走在江诺身旁,见她一货便解释道,说起住所也很坑,我十天里有八天都不在房 房子里,可还要交着租金,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去租房。白诗翠也吐槽道,租金很贵,江诺还真没去了解过这些,对比收入来说是很贵了。白诗翠苦笑着,在副本里用铭币可以救命,谁舍得用救命钱去租一套一个月都住不了几天的房子。原来如此,江诺点了点头,看来洛阳城的房租并不算便宜。他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店铺,他将每个店铺都交满了50年份的租金。难怪当时房管局的人看他的眼神蛮是怪异。你们城里来的人住不习惯这里吧?其实你们可去 住顾大嫂家。走在前面的胡光耀说道,顾大嫂家李大哥,你家进吗?白诗翠问,我觉得近,但是其他人都觉得很远,我走路走得快,嘿嘿,比他们都要快。胡光耀回答道,走得快?江诺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为什么一直都有一种违和感了。胡光耀的步伐看起来并不快,但是对比村子里的其他人,他的确很快。这一路上他们路过了一些村民,只是用正常的走路速度就已经将他们一个个的甩在了后面。大多数村民的步伐细碎而又缓慢,就像是年老体弱的老年人一样。 疯子不慢。秦轩说道,嗯,而且他那里也出现了规则。江诺已经将墙上的两行规则拍下,只可惜秦轩在土楼里并没有发现其他线索。顾大嫂会欢迎我们去住吗?白诗翠又问。胡光耀似乎很喜欢和白诗翠说话,于是回答道,顾大嫂,人很差劲,但是她的家里很干净,她以前是在镇上开旅馆的。几人边走边说着,很快胡光耀就指着前方的一处小洋楼说道,那就是我家,我家已经到了。江诺注意道,村长家的门前没有挂着红布条。胡村长还没有 回来,胡光耀带着几人进了院子,一道身影突然朝几人冲了过来,却被眼疾手快的秦轩一把秦柱,那是一个头发微微凌乱的中年女人。她正对着几人比划着什么,手中却有一把水果刀。妈,爸不是说你生病了,最好不要出来吗?胡光耀说道,一压呀,女人发出口齿不轻的声音。我妈是个哑巴,你们不用在意她。胡光耀不耐烦地推了一把女人,女人跌倒在了地上哭了起来。随后只见胡光耀拽起了女人头发,将她拖回了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内关了起来。 你妈她没事吧?白石翠发现胡光耀一脸坦然,仿佛自己刚刚做的是一个在正常不过的事。我妈是个哑巴,你们不用在意她。胡光耀再次重复了一遍。白石翠不再问这个问题,直到胡光耀收了姜诺的名币,并为几人接了几个水杯的水之后,胡村长才快步走了回来。你们几个在我家干什么?胡村长走了进来,看着这群不速之客。她的手中还拿着一把铁锹,铁锹上沾满了鲜血。赵慧有些害怕地躲在了王传世身后。这村长家是不是最好不要进来呀?她担心地问。 不会的,这里没有挂红布条。江诺回答道,村里夜晚不要外出,不要住在挂红布条的村民家中。规则说挂红布条的人家不能住,没有挂布条的人家是可以住的,也是可以进入的。秦轩已经确认过,村长家周围是没有红布条的。是我准备带着他们去村里逛逛,要拍照。胡光耀似乎并不打算提及他卖出去了几杯水的事。胡村长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快去吧,不要耽误了时间。胡村长,请问王二妞的死因是什么?江诺在临走之前转头问道。 胡村长单手抚摸着自己的山羊湖,回答道,他是摔死的,疯子的土楼本来就是威房,里面不能住人。摔死的。江诺不太相信,但还是点了点头,跟着胡光耀走了出去。他不是法医,但也看得出来,王二妞不是摔死的。胡光耀竟然带着几人来到了前一天审判王二妞的池塘边。这里也是好地方,你们要拍照吗?胡光耀站在干裂的池塘里,转过头来笑着问。胡大哥说的对,白湿翠像是没有觉得不妥,但很快又继续说道,要是这里有水,风景一定会更美好。 嘿嘿,这里很快就要有水了,审判完他们,村子里的河神就不会再生气了,到时候我们就有水了。胡光耀走到了那个圆形石柱旁,对着几人比出了剪刀手。江诺站在干裂的土地上,有那么一瞬间突然有些头晕的错觉。紧接着下一秒钟,他便看到那些干裂的黑色缝隙里,似乎翻涌着暗红色的血液。血水马上就要从缝隙里涌出来了。这里是怎么回事?高原也低头震惊地问。是幻象,别被迷惑了。这时,秦轩扶住了江诺的肩膀。嗯,猜到了。 江诺拉住了白石翠,并对他摇了摇头。胡光耀一直在将他们往池塘深处带去。这里是陷阱,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否则就会被污染。因为秦轩不会被轻易污染,也会分辨出幻象。所以江诺在走之前让霍将军守在了他们昨夜住的孙秀英家里。他想要知道昨天夜里的那两个人是否还会再回来。没敢继续站在干裂的池塘里,六人连忙回到了岸边。王传世拿着刚才胡光耀给的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两口,才觉得清醒了一些。咱们还是别跟着那个人了吧,我看他不是好 好东西。趁胡光耀还没有上来,王传世说道,这里能有几个好东西?赵慧反驳道,江诺你觉得呢?白石翠问,他也担心他们在被带到什么地方。跟着他,看他还会带我们去哪里。江诺说道,白石翠点了点头,对下面的胡光耀挥了挥手,胡大哥,还有别的地方吗?胡光耀面露可惜,多好的风光啊,你们这就要走了吗?我们还想去别的地方看看。白石翠说道,既然你们要去下一个地方,那你们可要跟上啊。胡光耀信不走在了前方,几人绕着池塘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当他们路过一块巨石后,一名正在池塘边垂钓的老翁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老翁穿一身粗布衣,头戴一顶破旧草帽。一根钓杆垂在村列干旱的池塘里,老翁的表情认真,仿佛下一秒钟就要钓上来一条大鱼。真是奇怪,明明没有水,怎么还在钓鱼?白石翠疑惑地说道,老翁却扭过头来,做出了虚的手势,你们小点声,不要吓跑我的鱼。我看他比疯子也好不到哪去。王传世小声对几人说道,哪有在汗池里钓鱼的。江� 前去蹲在一旁低声问道,老人家今天的收获如何?老翁的木桶里没有鱼也没有水,只有一步老旧的电话。江诺对此感到奇怪,老翁叹了口气道,不太好啊,一条都没钓到。这地方怎么可能钓到鱼?你怕不是老眼昏花了吧?王传世忍不住在一旁笑道,你才是不知道,这里有鱼王,我在等那鱼王上钩,他平时就爱钳着,你们可被惊动了我的鱼。老翁听后也不生气,笑眯眯地说道,王传世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赵汇拉走了。我们要走了,希望你能早日钓到那条鱼。江诺 站起身来说道,好嘞,好嘞,你们要是顺路,就去顾大嫂家帮我讨湖水来喝,我怕我一离开,就等不到鱼王了。老翁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并拿出了一只绿色的军用老实水壶递给了江诺。江诺接下那老实水壶,里面的确已经没了水。好的,我知道了,又是顾大嫂,江诺不得不怀疑那顾大嫂是不是关键人物了。胡光要继续带着几人朝前走去,几人途经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小路几乎被两侧丛生的枯草包围,只� 枯草足有一人多高,厚重如账。江诺觉得就算两边躲了什么心怀不轨的人,走在中间也很难察觉。刚刚那钓鱼的老大爷是清水村的人吗?江诺边走边问道,胡光要摇了摇头,他不是我们村的人,他是专程来这里钓鱼的。你们看吧,我就说那是傻子。王传世说道,行了,别说了。赵慧瞪了王传世一眼,副本里面哪有正常人?出现一个这样奇怪的老头又算什么?走在前面的胡光要却走得越来越快。可怕,这里太可怕了,我不想走这里。 身后的几人听到前面的胡光要不住地说道,这里很可怕,白诗翠不知道胡光要在怕什么。对,这里不能走,不能走这里,我们还是回去吧。胡光要突然停了下来,随后转身就朝反方向狂奔而去,像是看到了什么让他恐怖的事情。喂,你别走啊。白诗翠想要喊住他,可胡光要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怎么回事?把咱们扔在这里就不管了。这回轮到赵慧不满了,要知道他们刚才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半个小时了。那边看起来有房子,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这时, 高原指着前方不远处说道。从他和秦轩的身高来看,前面就有一排整齐的房屋。只要他们再绕过一个弯道,就已经将这条小路走到了尽头。嗯,继续走,女生走中间。秦轩走到了最前方,身后分别是江诺、白诗翠和高原,而赵慧和王传世两人则走在了最后面。刚刚在池塘边,你怎么看?江诺问道。秦轩一直沉默着,他也好奇他有无发现什么规则。 常年钓鱼的人大多皮肤有黑,就算是做了一定的防晒,手部也难免被晒黑,我看他不像是爱钓鱼的人。秦轩并没有发现什么规则线索。的确,就是不知道他说的顾大嫂家又在哪里。江诺和秦轩的想法一致。不仅如此,老翁鱼竿上没有鱼饵,鱼线更是断了一半。如果是从其他地方来这里钓鱼,所用的应该也不是敞开口的浅口木桶。那样低矮的木桶,放两条小鱼都会跳出来。更别提他口中提到的鱼王了。这个湖光要果然不靠� 大白天的,真不知道他在怕什么。白石翠有些生气地踢开了一块石头。石头被踢进枯草丛中,草丛中突然传来一阵哀悠的惨叫声。这声音在安静的路上显得格外突兀。是谁在那里?秦轩已经停下脚步,几人都警惕地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个七八岁大的男孩满脸是血的,扒开草丛爬了出来。他的额头被砸出了血,正一脸恶狠狠地看着几人,刚刚是你们用石头砸的我,石头砸中了我,石头砸中了我,我妈妈他们不会饶了你们的。我不是故意 白石翠真没想到自己能踢得这么准。不过他的解释无效,男孩已经越来越愤怒,声音都变得嘻嘻嘻嘻嘻的声音从周围传出来,赵慧一脸惊恐地看着两边的枯草丛中钻出来的一道道人影。足足有四五十个村民,这两边竟然藏了这么多人。村民们都在用生气的目光看着他们。江洛注意到,这些村民大部分身上都还背着行李。连孩子都不放过,你们连孩子都不放过,谁欺负了我们家孩子,谁就要留在这里。男孩身后站着一个女人,女人画壁,所有村民的目光都开始泛起了红光 不要试图惹怒村民,如果村民发怒,请快速奔跑摆脱他们。跑,快跑。想起规则,江洛没有犹豫,拉着还想要解释的白石翠就向前跑去。那些村民果然都动了起来,他们也同样跑了起来,只是他们的动作很是怪异,像是迈不开脚步,只能拖着沉重的步伐晃悠着奔跑。呲啦呲啦,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无比刺耳。我就说那胡光耀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就是不想让咱们活着。王传世两人也不敢停留,只得跟在后面跑了起来。胡光耀提前 他很有可能知道这里潜在的危险。王传世有些后悔跟着几人了,上一个副本他和赵慧单独行动,也同样破解了谜题。不过现在的情况没有选择,他们只能继续往前跑。怎么回事,前面没路了。眼看他们已经将后面的村民甩开了一段路,高原却发现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似乎到了尽头。前面的路上全是一人多高的枯草。他们若是在往前跑,就要钻进那厚重的枯草丛中。可明明他们刚才还能看到远处的房屋。没路了,江洛也停了下来。是幻象,前面的路正常 走。秦轩在最前面转过身来,江洛点了点头,随后牵住了秦轩递来的手。秦轩不受幻象影响,这一点他很清楚。高原经历过前一天晚上的事情之后,也选择跟着冲了进去。听着后方传来的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赵慧脸色一白,拉着王传世也钻进了枯草里。想象中的阻碍没有来临,几人都钻过草丛之后,才发现真如秦轩所说。他们的前方是一条蜿蜒但却较为开阔的黄土路。路两边没有了枯草丛的遮挡,能看到两� 村列的黄土地。总算走出来了,刚刚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们。白石翠满脸抱歉地说道,不怪你,我只是在想,咱们之后要怎么回去。江洛朝后望去,似乎过了刚刚那里,后面的脚步声就消失了。你们发现没有,咱们又回到村口了。高原一脸错愕地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枯树,枯树下面挂着尸体。这不是村口是什么?看来胡光耀只是带着我们在村外绕了一圈。秦轩回答道,只是走了不一样的路罢了。切,真是白白浪费了半天的时间,绕来绕去,咱们又绕回来了。 王传世翻了个白眼,不满地说道,不对,这里不是村口,我们经过的也不是这里。江洛却说道,怎么会呢?悬挂尸体的数量是六句,看起来一模一样,咱们昨天经过的就是这里。赵会觉得江洛记错了,江洛却十分肯定地指着不远处说道,不会错的。昨天的那里,没有那口井。清水村的第一日,他们一路跟着疯子和王二妞来到了村口。虽然注意力被树上几具可怕的尸体吸引开来,但江洛脑脑海中却清楚地记得,村口没有水井。不过让他疑惑的是,除了那口水井, 其他的布置似乎都一模一样。他甚至还看到了昨天疯子带着王二妞拐进去的第二个巷口。进去看看就知道了,秦宣朝村子里走去。他很快就发现,路两边的农户和道路虽然看起来都和前日没什么差别,但是方向的确是反过来的。他们又看到了疯子的土楼,只是那土楼是在右手边。江洛的判断是正确的。刚刚他们走过的不是昨天的村口,很有可能是村子的反方向。嗯,这个村子的设计是一个闭环。江洛说道,其实只要仔细观察,除了那口井之外,那几具尸体所投射的影子 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村子里的人,就算进来了也很难发现这一点吧。白诗翠心中越发觉得这里很诡异,果然知道的越多就越害怕。的确,高原非常同意。别说刚到第二天,就算是让他再在这里待上几天,他也发现不了这细微的差别。下次见了胡光耀,我一定要问问他。白诗翠虽然生气,但却没有再发现胡光耀的身影。确切地说,此时村子里的路上已经空无一人。明明是正午时分,周围却没有一个村民。快看,那里有人。高原指着一处平房上说道, 那里似乎是一处小院,小院的平房顶上,一个妇人正在晾晒被褥。那妇人也看到了他们,并朝他们招了招手。几人来到小院门口,发现这周围并没有挂着红布条。更让江诺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就是顾大嫂家。眼前自称是叫顾大嫂的妇人,戴着白色头巾,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江诺手中的水壶。不知道顾大嫂认不认的,是池塘边的钓鱼翁让我们来装水的。江诺指着水壶,却没将水壶立刻递给他。顾大嫂没有立刻回应 只是转身走进了屋里并留下了一句话,进来吧。要不咱们还是别进了吧,我总觉得胡光要不安好心。王传士说道,顾大嫂也是胡光要提到的人,说不定只要他们一进小院,就会被诡异给围起来。不会的,这里是可以进的。江诺说道,规则里只提到不要住在挂有红布条的人家中,而这里没有红布条,既然能住就能进。走吧,你还敢待在外面?赵慧指着静悄悄的村路说道,以前老人家总说正午时分,殷气最重。在他看来,此刻的村子就跟一个鬼村没什么区别。 王传士看了一眼身后黄沙弥漫的村子,最终还是跟了进去。你们今天晚上可以住在我这里。待进屋之后,顾大嫂对几人说道,江诺已经大致将小院看了一遍,不得不说顾大嫂这里的确挺干净的。我们需要三间房,房费是多少呢?白诗翠见江诺没有反对,于是问道。然而让几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顾大嫂竟然不收费。我不收费,但是你们要答应我,走的时候帮我带的东西出去。顾大嫂留下了两行内,随后拿出了一只木盒。这里面是什么?赵慧问道,不能说,不能说,这个现场, 现在还不能说。顾大嫂不住的摇头回答道,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疯子的事吗?江诺问道,然而此时小院的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和说话声,大娘,我们来探亲了,哈哈,快给我们开门啊。村里不会有人来探亲,听到门外的声音,看过规则的几人都警惕了起来。我先给你们房间钥匙,你们要先休息的,你们现在必须回房间休息。顾大嫂听到那敲门声后也站了起来,她将一个盒子推到了江诺面前,盒子里放着三把钥匙。江诺看着眼前的顾大嫂,发现她 她此刻似乎急切地想要他们都拿着钥匙回房,门外的人真的是来探亲的吗?于是江诺问道,如果顾大嫂回答是,他们就不能相信她的话。然而顾大嫂却摇了摇头,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亲戚了,他们八成是来收保护费的。为什么来这里收保护费?高原疑惑地问,这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能家小院而已。顾大嫂不回答,门外的敲门越来越急促,仿佛下一秒钟就要破门而入。江诺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先去房间吧。几人也都看过江诺给的规则,没有人再有意见。只是新的房间要怎么分配也 同样是个问题。要是和下面有一张规则,一二楼只有三间房,没有第四个房间。二三间房必须平均等量分配。平均等量分配是什么意思?白师翠不禁问道,我们正好六个人,只要和之前一样两人一间不就可以了。赵慧说道,恐怕不仅仅是指数量。江诺盯着规则,规则从不重复,更不会啰嗦。规则的每一个字都有着特定的含义。三间房必须平均等量分配。如果等量是指数量,平均就不会是数量,那么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平均是指他们六人的性别。 性别?很有可能爱。白师翠恍然大悟,可是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和江诺住在同一间房了。因为他们六人是三男三女。没错,平均是指性别,等量是指数量。如果这样分配,三间房里就必须各有一男一女。江诺虽然想明白了这条规则的含义,但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分配。那就这样吧,来都来了,反正我是不敢再住昨天晚上那里了。王传士迫不及待地拿了一把钥匙,拉着赵慧就进了房间。一男一女,他和赵慧就不必分开。 剩下的四人气氛微妙,只是江诺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将两把钥匙的其中一把给了白师翠。你和谁一间?白师翠接过钥匙,愣愣地问。和他?江诺想都没想,手指指向了秦轩。他和秦轩本就相识,一间房也更方便一些。这样分配的确合理。秦轩已经拿过钥匙打开了房门。他站在门口等着江诺,像是在等他进去。 那你,小心一点啊。白师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我觉得你应该担心你自己。高原靠在门边,嘴角情笑地看着白师翠将要是转动并打开。我有什么好担心呢?白师翠低着头,沉默地走进了房间。昔日里被信任的人强暴的记忆再次涌现。最后的尊严已经被夺走,他根本不担心自己。最应该担心的是对他图谋不轨的人,因为他不会让对方活过第二天。开个玩笑罢了,我睡地上。高原发现白师翠在进了房间之后就像是遍了一个人。他看向他的目光无比冰冷。 和此前动不动就高哥哥的时候相差甚远。这是玩笑开大了?高原皱了皱眉,他不懂和女生相处。不过好在房间里还有一张老师木质沙发,他将沙发拉到了距离床铺有一段距离的空地上。忍不住又补了一句,这个距离是安全距离,待会儿要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互相照应。他们只打算在房间里带到楼下的人离开位置。因为顾大嫂似乎并不想让他们见到那些人。而在隔壁的房间里,江诺正在与霍将军通着电话。既然没有再出现过,你就在外面守着,帮 我盯着从这里出来的人去做了什么。江诺说道,好的主人。霍将军直到江诺挂了电话后才收起了老年鸡。你怀疑这顾大嫂有问题?秦轩已经拿出了各种食物摆在了桌上。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如此不设防。嗯,既然村子里不会有人来探亲,那顾大嫂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江诺知道秦轩随身带着戒子空间,所以并未表现出惊讶之意。只是这些食物大多都是素食品,他有些怀念自己安全屋里现成的饭菜。于是江诺拿出了一包酱牛肉和一盒腌制的小菜。他之所以不 不想让我们知道,或许是因为这件事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秦轩说罢,竟是又拿出了一支便携卡式炉和锅具。一副要现场下厨的节奏,你带的东西还挺齐全的。江诺看着不一会儿就被秦轩摆满的桌子,忍不住说道,嗯,我一直想体验一下在副本里吃好喝好是什么感觉。秦轩表示他不想再吃干粮了,有东西却不能吃的感觉可不怎么好。在江诺面前,他不用过分伪装,说的也是,我帮你。江诺说道,他也饿了。秦轩显然并不怎么擅长搭配食物。江诺 江诺索性又拿出了一块火锅底料扔进了锅里,配合着秦轩拿出来的各种东西,很快就煮出了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麻辣烫。锅中的食物热乎乎的翻滚着,裹满了酱汁的素食面也变得美味可口起来。再配上清脆的腌制小菜,江诺很快就吃成了,不能浪费。秦轩直接将锅中剩余的全都包揽。很好的习惯。江诺很是羡慕秦轩的食量,这样的食物量,他一个人在安全屋吃的话大概能吃4-5顿。好在安全屋有不让食物变质的功能,否� 他就要顿顿吃剩饭了。两人吃完饭后没多久,门就被敲响了。房间里没有水,桌面上的狼藉已经被秦轩又收回了戒子空间。两人对视一眼,秦轩问道,是谁?是我,顾大嫂,房间住的可还习惯。顾大嫂问后,便见秦轩打开了门。房间很干净,收保护费的人已经走了吗?秦轩问道,走了,已经走了,最近村子里不太平,你们最好不要往井边跑。顾大嫂说道,为什么?江诺索性邀请顾大嫂坐了下来,千万不要靠近任何水井。 如果有人让你喝井水,一定不能触碰它。有两条规则都是关于村子里的水井的。而顾大嫂的话也和规则方向一致。这水井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听说若是靠近水井,就会染上斜碎,一旦斜碎缠身,病就没了。顾大嫂的眼神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像是在回忆着什么。那村里的人喝的是什么水?江诺又问,水井有问题,谁也自然有了问题。是啊,村里的人喝什么呢?只有村长才知道,只有村长那里的水才能喝。你们说,奇怪不奇怪?顾大嫂反倒是问起江诺。 江诺来了,门外有人笑出声来,是王传世两人。还说什么邪碎,我看着整个村的人都是邪碎。王传世听到顾大嫂的解释后便觉得好笑,明明整个村子里连一个正常人都没有。是啊,你说的对,整个村的人都是邪碎,他们都是邪碎,他们根本不是人。顾大嫂听后激动地说道,她的这副模样江诺看在眼里,不过她还是拿出了钓鱼工的水壶,跟着顾大嫂来到了一楼,让她帮忙装满了水。他们下午打算再出去一趟。现在要走了吗?白石翠收到江诺的信息后也和高原走了下来。 还没有,我想要再问一问关于疯子的事。江诺说道,疯子啊,疯子是个好人,疯子不是邪碎,不过她命苦,连一个和她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她才自己徒手盖了那栋土楼,只可惜她的弟妹都没有回来和她团聚。顾大嫂已经将水壶灌满了水,一提起疯子,她的表情却变得平静了。疯子还有弟弟妹妹?江诺问,不知道为什么,她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土楼里出现的红凹女孩。应该是有的,我也是听我女儿说的,我女儿是听我女婿说的,顾大嫂回答道,怪不得那土� 看起来那么奇怪,原来是个疯子盖的。王传世原本有些惧怕那土楼和疯子,现在听了原由之后,反而不再害怕了。那顾大嫂知道胡光耀吗?白师翠也问道,胡光耀是胡村长的儿子,不过他们父子关系不太好,胡光耀以前总往疯子家里跑,被胡村长骂了,那胡光耀和疯子的关系好吗?白师翠又问,顾大嫂摇了摇头,病重妇道,应该是好的,我也是听我女儿说的,我女儿是听我女婿说的,要不咱们还是出去自己打听打听吧。赵会觉得再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 他们现在都急切的想要知道这个副本的通关条件是什么。江诺点了点头,顾大嫂以前是开旅馆的,也并非是清水村的人,不知道一些情况也正常。不过这一次,赵会却听了王传世的话,决定和几人分开打听线索。反正已经有了住的地方,我们打听完后再回来这里等你们就好了。赵会说道,王传世认为那钓鱼翁那里不会再有什么线索,毕竟那里没有出现规则。可以,江诺没有意见,这次他们选择了前一日通往村口的路。那条路虽然不怎么好走, 但胜在较为开阔。而通往村口的路上,游荡的村民们也渐渐多了起来。他们三三两两的聚在路中央和路边,窃窃私语着什么。当四人走过时,他们就会停止说话,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他们。张大哥,下午好啊。白诗粹对一个村民挥了挥手,他热情的上前打起了招呼。不一会儿他就跑了回来。清水村现在已经没有能种的地了,所以村民们都无事可做。我问了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钓鱼翁的事。白诗粹说道,既然无事可做,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干旱无比,按理说已经不适 不适合居住了。高原发现白诗粹一出来就变得能言善语起来了。两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时,他甚至懒得和他说上一句话。已经有些人离开了,听说清水村有被开发的可能,我怀疑他们是因为这个才没有离开。白诗粹也问过这个问题,只是那些人明显已经忘了这回事。只有几个别人说起了清水村要被开发的事。如果是在以前,清水村或许有被开发的可能,但是现在不会有人在开发这里了。但显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秦轩说道,嗯,他们的意识还停留在以前。江诺也赞同道。 四人一路往前走去,没过多久就来到了清水塘附近。原本江诺还担心那钓鱼翁已经不在了。没想到他还在原地,看起来一直没有离开。钓鱼翁朝几人挥了挥手,似乎非常高兴,你们回来了,难得你们还记得我,待会我要给你们看的好东西。这是在顾大嫂家里装的水,我们给你送来了。江诺将水壶递了过去。好好好,我总算有水喝了,总是没有人给我送水,我一个人在这里根本钓不到鱼翁。钓鱼翁说道,大爷,你刚刚说要给我们看什么好东西?白诗粹问,几人也都看 了过来。只见那钓鱼翁在一旁的浅口筒里一顿乱翻,终于翻出了一张发黄的明信片。听说你们来这里是为了拍婚纱照的,这个就留给你们做纪念吧,以前的清水村是再也回不去了。钓鱼翁说完,就又转过身,专心致志地钓起了鱼,也不再理会几人。几人离开后,江诺看着手中的明信片,明信片右上角的确写着清水村三个字。就给我们看这个,高原有些失望,他还以为有什么线索,邮票那里有些不对。秦轩伸出手抚摸着明信片背面的邮 这张邮票,这张邮票不小,但明显邮票和明信片中间似乎还加着什么东西。江诺也发现了背面的不对劲。他撕开邮票,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是通关规则?快看看是什么。白诗翠也很是兴奋。虽然此时的天色渐晚,但他们还是在副本的第二日就找到了通关规则。与其他副本不太相同的是,这张规则上只有两条通关规则,优秀通关,帮助顾大嫂完成心愿。普通通关,找到车站站牌,并乘车离开清水村。看来完美通关的规则还 没有出现,不过顾大嫂果然是关键人物。秦轩说道,我记得顾大嫂说过,让咱们走的时候帮她带一件东西出去。这莫非就是她的心愿。白诗翠分析道,普通通关,找到车站站牌,并乘车离开清水村。只要他们先找到车站站牌,再带着顾大嫂的东西离开清水村,不就是优秀通关了?首先我们不知道顾大嫂让我们带出去的东西是什么,其次如果是这样的话,两条规则的重复性太高了。江诺却不这么认为,顾大嫂的愿望应该另有其他。秦轩说道,� 或者我可以直接去问问她还有什么愿望?白诗翠觉得,要先弄清楚顾大嫂的愿望才有方向。如果她的这个愿望,不可说呢?江诺问,不可说的愿望?白诗翠微微愣住。清水村应该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们还是从关键人着手慢慢来吧。秦轩说道,关键人?高远转头看了一眼钓鱼翁。他觉得那钓鱼翁也是关键人物,只可惜在给了他们明信片之后,他就不再理会他们了。我想我们应该去一趟土楼。江诺说道,疯子呢?他只是个疯子。 疯子的话,甚至都不能信。白诗翠不明白江诺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疯子。这张明信片里面的内容,我在土楼里面见过。江诺指着那张泛黄的明信片。明信片虽然是一张远视角拍摄的照片,但是里面的景象与土楼里他所见过的涂鸦非常相似。绿水青山,花鸟虫鱼,甚至连人出现的角度都一模一样。听完江诺的话,几人再次来到了土楼前。疯子正坐在门外,朝一个方向看着什么。见到四人,他歪着头起身并走了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城里来的,你们有没有见过我的弟弟妹妹? 你的弟弟妹妹去了城里了吗?江诺问道,疯子梦得点了点头,他们去打工了,他们说我生病,要去城里打工赚钱给我治病,他们好慢啊,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或许他们只是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对了,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见过吗?江诺将那张明信片拿了出来。明信片虽然是一张风景照,但是依稀能看到几道池塘边的人影。疯子看到之后,立刻开心的鼓起掌来,这是清水塘,里面有我,还有弟弟妹妹他们,快看啊,我们就在池塘边捞鱼呢。小黑也在和我们玩。疯子指着明信片中的几个小黑点。 小黑应该是那只蹲在草丛里的小黑狗。你可以告诉我,那些人都是谁吗?江诺又问,疯子也在这张明信片当中,就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顾大嫂。这里面的人我全都认识,但是嘿嘿,我才不告诉你们。疯子一把夺过了明信片,大笑着跑进了土楼。这波操作让几人措手不及。真是疯子。高原见江诺几人追了进去,也只好跟了过去。土楼内的高度很矮,几人冲进去的时候,秦轩明显感觉到里面有黑影闪过。他想要问一问疯子,可疯子已经跑得不知去向。这里面还有其他人, 最好小心一点。秦轩说道,捉迷藏了,捉迷藏了,你们快来抓我呀,我在这里呢。哈哈,疯子高兴的声音从楼上传来。白诗翠生气地喊道,你快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他们哪有时间和一个疯子玩捉迷藏?这里没有其他出口,他跑不掉的。江诺反倒是不紧不慢地逛起了这栋奇异的土楼。说的也是,说不定他待会觉得没意思就下来了。白诗翠也上下看了起来,只是当他经过一个转角处时,正对上一张惨白的脸。饶势心理素质,强大的他也不禁叫出声来。怎么了? 高远转过身来,这才发现这拐角处的角落里还放了一个指人。拐角处本就没有什么光线,那指人的看起来还真的挺吓人。指人是一个穿红袄的小女孩,白纸做的身体和脑袋,脸颊上还有两片红纸,眼睛只有眼白,没有花上眼珠。除了这些之外,连神态都做得唯妙唯笑。江诺看到指人后眼神也露出了疑惑。这指人看起来和他上午时遇到的红袄小女孩几乎一模一样。他,他流泪了,白诗翠离的最近,明明是指人,可那指人眼中却流出了两 长行红色的水渍,像是无声的血泪。你们在跟我妹妹说什么?头顶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几人朝上望去,才发现是疯子拿掉了两块砖块,正从上面偷窥着他们。疯子无时无刻不再憨憨地笑着,包括现在也是。他的面容在头顶的阴影处显得很不真切,笑容将嘴角拉到极致,高原不由地指着骂道,你再故意吓我们。不料疯子却乌叶地哭了起来,你们不愿意陪我玩,为什么都没人愿意陪我玩?明明以前弟弟妹妹都会陪我玩的,明明以前大家都好好的。呜呜,江诺看了看 周围,抬头说道,我们可以陪你玩捉迷藏,你别哭了。真的吗?那我可藏好了,你们一定一定要来找到我。疯子转哭微笑,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小洞。真要去找他呀?白石翠问。嗯,但我们要暂时分开行动,我上去,你们在这里守着。江诺回答道,我和你一起。秦轩有些不放心,最终四人分开行动,高原和白石翠留在了土楼入口处。有两人寻找着通往上方的路,土楼里弯弯绕绕,没有固定路线。有些地方极其低矮,甚至需要弯腰行走。江诺弯着腰的时候, 又看到了墙边的一处涂鸦。和楼下的涂鸦不一样,这幅涂鸦里少了几个人。花草树木依旧在,但池塘里的水却被涂成了黑色。一旁画了几个大大的哭脸,整幅画给人一种焦虑之感。小心。江诺正认真地看着,却被一旁的秦轩拉进了臂膀之中,一个黑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正是那个穿着红袄的小女孩,也是江诺上午才见过的。钟成林最爱玩捉迷藏了,你们找不到她的,我带你们去找她。小女孩对两人说道,你到底是谁?江� 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秦轩看着眼前的小女孩,也问道,你为什么知道她藏在哪?因为,我一直在看着她呀,你们快跟我来吧。小女孩一蹦一跳地走在了前面,是幻象,但又和以前的幻象有些不一样。秦轩确定小女孩没有危险性之后,才放开了江诺。总感觉她很关心疯子。江诺是从小女孩上午的话中判断,疯子应该叫做钟成林。嗯,而且她对这里的路线很熟悉,就仿佛一直生活在这里。你们家中有人对玄学方面的事很了解的吗?江诺突然问道,玄学? 秦轩摇了摇头,爷爷可能略知一二,但并不精通,怎么了?没什么?如果她不是人,也不是诡异,有可能就是别的什么了。江诺说道,说起这一点,她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想要问秦轩,只是此时是在副本里,她决定还是要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问。或许吧。秦轩看着小女孩又停在了一处,那里的土墙上也画着什么?钟成林总是爱一个人画画,她以前还想要当画家呢,她要是成了画家,一定是个出色的画家。小女孩说道,这一次土墙上的画依旧是在池塘边,但池塘里已经没有了水,只有军 裂的河床,岸边的一些人换了样子。这是,江诺有些震惊地看着画中多出来的一个人,是钓鱼翁。秦轩的神色也认真了几分,那人头戴草帽坐在大石头旁,她的身旁还有一只木桶,和他们见过的钓鱼翁一致。钓鱼翁是在池塘干旱后才出现在这里的,所以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小女孩轻轻叹了口气,钟成林总是一个人哭,她明明是个男子汉,男子汉要坚强的,不过幸好她傻,幸好她傻了,这话里有你吗?江诺问,之前有,但是之后 就没有我了,我去了哪里了呢?是啊,我去哪了?小女孩继续往前走,在一个转弯后,又再一次消失在了两人的视线中,而疯子正蹲在角落里,用一只木桶盖着脑袋,她的头裤以下都露在外面,木桶只盖着了她的视线,她以为她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就看不到她,看起来是真傻。江诺有些想笑,却发现疯子手中的木桶有些眼熟,和钓鱼翁的木桶一样,秦轩走上前去,一把提起了疯子脑袋上的木桶,疯子一脸震惊,你们是怎么看到我的?江诺 我笑了笑,你躲得很好,可还是被我们找到了,因为我们很擅长捉迷藏。原来如此,那你们好厉害,你们可以做我的朋友吗?以前二妞就是我的朋友,只可惜她也走了,她说她再也不来清水村了,疯子的表情变得落寞起来。可以,所以我的明信片可以还给我了吗?江诺伸出手,手里是一只彩色的棒棒糖。疯子一阵欢呼,但却不敢接过那只棒棒糖。送给你吃的,拿着吧。江诺说后,疯子这才一脸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吃了起来。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疯子拿出了明信片,指着上面的几个小黑点介绍了起来。这是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正在和小黑玩呢?弟弟和胡光耀吵架了,和他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后来胡光耀来跟我说,他不该跟我弟弟吵架的。疯子似乎不会吃棒棒糖,口水流了出来,显得他更傻了。胡光耀,他是个好人吗?江诺又问。对于心智低下的人来说,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他和秦轩都没有想到,胡光耀还与疯子一家有些渊源。胡光耀是个好人,他还给我送水喝呢?二妞也是个好人,总是给我送吃的。疯子回 二妞为什么会被审判?秦轩放下木桶,这木桶并非是钓鱼翁那只,但做工却都是一样的。桶里有一张规则,秦轩边问边递给了江诺。真相被揭露前,请对真相守口如瓶,弱者才会被审判。疯子将头摇成波浪鼓,我也不知道,村长说做了坏事的人要被审判,可二妞从未做过坏事,可能,可能是因为,是因为什么呢?疯子捂着脑袋,一副明思苦想,却想不起来的样子。想不起来就算了,我们要回去了,这些吃得给你。江诺留下了几包小零食 这些都是超市货架上随手拿下来的零食,放在安全屋里,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置。疯子如获之宝地收了下来,两人回到一楼,却只见到高原一人。白师翠呢?江诺立刻问,难道他们二人遇到了什么危险?高原耸了耸肩,指着门外道,他去找哥哥们打听消息了。一楼什么都没有,白师翠见门外人来人往,就好奇地去问事情去了。打开门后,江诺和秦轩两人这才注意到,门外的路上的确多了很多慢慢走着的村民。白师翠一脸焦急地跑了过来,不好了,赵会被抓起来了 说这两天就要被审判了。为什么?江诺觉得赵会还是相当谨慎的人,那和他一起的王传世呢?不太清楚,但我听刚刚有位大姐说,村子里男人犯了事,可以让女人帮忙顶罪,因为村里的和神只收女人。白师翠一脸生气地说道,去看看,江诺顺着村民们走的方向跟去。几人没走多远,果然看见赵会被五花大绑在了一棵树下。他一脸惊恐地看着周围,直到看到江诺几人,才激动地叫喊了起来,救救我,求你们救救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高原问,他们都没有看到王传世的影子 王,王传世不小心掉井里去了,我找不到他,后来,后来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赵会带着哭腔懇求着,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审判,还是被一群陌生的村民。这个村子里不容许女人落单,如果找不到王传世,恐怕你就会审判。秦轩说道,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死活,井里有危险,他一定死定了。我还不想死,我还不想死,你们救救我。赵会哭喊道,你先别急,王传世是掉进了哪里的井中?江诺问,就是村委的那口井。我明明说了不让他去,可他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偏偏要走过去。赵会惊恐地回忆了起来,确切地说王传世是自己跳进去的。他才刚跳进去没多久,就有村民发现并指责起了他见死不救。可我记得规则,不能靠近水井,我只犹豫了一下,就被他们给抓了起来。我不要被审判,我不想被审判。赵会哭着说道,村长还没有来,在村长决定之前,他们不会审判你,我们先去找找王传世,如果能找得到他,或许你就不用被审判了。江诺好奇王传世到底看到了什么?三间房必须平均等量分配,受规则的限制,如果赵会或者王 传世只死其一,他们便不能再住在顾大嫂家中。真的,真的拜托你们了,我只能拜托你们了。赵会说道,周围的人依旧在对他指指点点,仿佛他犯了实恶不赦的大错。白石翠决定先留在这里看着情况,也好方便与江诺联系。建高原也要留下,江诺也放心了几分。江诺,要不还是不要去了。白石翠想了想,又叫住了江诺两人。为了两个不相干的人去冒险,这不值得。放心,我自有办法。江诺安慰道。他转身便联系了霍将军。千万不要靠近任何水井。 他们不能靠近水井,但是霍将军可以。主人,我知道了。因为有主仆契约,霍将军不用问清楚具体位置,很快就找到了江诺。村民们似乎都跑去看了热闹。越往村围走去,人就越是稀少。当他们远远地看到那口井时,周围已经空无一人。霍将军,跳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江诺吩咐道,好的,主人。霍将军没有犹豫,纵身一跃跳进了井中。你的契约诡异,似乎从不和你谈条件。秦轩说道,谈条件?嗯,我见过一些契约诡异,每做一件事之前, 都会和主人谈条件。这也是他没有氧气约诡异的原因之一,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那他们的肯定不是好诡异。江诺没有太在意,霍将军很快就从水井中爬了上来,他的肩膀上还扛了一坨黑乎乎的人影。霍将军是诡异,因此没有受到影响,但是那黑乎乎的人影却散发着阵阵恶臭。那些黑色像是臭水沟中的浑稠泥浆,将人完全包裹在其中。江诺用一瓶水淋到了人影脸上,果然是王传世,只是他的皮肤已经溃烂,还活着。秦轩探了探 鼻息说道,只要活着,那就好说。王传世此时开始翻起白眼,身体也不住地抽搐着。过了片刻,他的眼睛已经开始泛红,看向江诺两人的目光,充满着攻击性。他被重度污染了。秦轩拿出了一粒药丸,直接掰开了王传世的嘴尾了下去。江诺认得那种药丸,那是净化药丸。净化药丸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秦轩不会被轻易污染,这样的净化药丸他有很多,秦家,祖宅内也有很多。而王传世,留着还有用处。这倒是,看来赵会不用死了。江� 不过他的恢复对他来说是酷刑,那些裹在身上的黑泥犹如腐蚀剂一般刺痛着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肤。王传世很快就在地上不住地打起滚来。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要跳下去?江诺问道,哎呀,我看到了,哎呀,我看到了村长。他说,说,他有帮我们离开的方法,后来,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救救我,救救我,王传世开始用力地抠掉身上正在凝固的黑泥。江诺叹了口气道,你先跟我们去救赵会吧,他可是因为你,差点就要被审判了。只可惜王传世疼得难以动弹, 最终还是由获将军背了去。因为王传世的到来,赵会也免去了被审判的结局,只是他的解释却引来了村长的不满。那口井早已经报废,我一直都在家中,又怎么会叫你跳井?山羊湖村长有些生气地说道,是啊,村长可是从村口赶来的,我看你莫不是想替着女人开拖吧?村长身后的一个男人也说道,是这样的,我们这朋友可能一时眼神不好,他看错人了,我们先带他回去休息了。见周围的人越聚越多,白石翠连忙说道,村子里的人都是从村长家打水。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拥护这位村长。然而周围的人却迟迟不愿散去,甚至有村民伸出手来,想要抓象几人。让开,秦轩抓住一个面目有些争鸣的男人,一掌将他推进人群。男人身形高大,直接撞倒了不少人。眼看秦轩面色不善,刚才还蠢蠢欲动的人群不敢再向前,给他们让路。胡村长说完,人群这才让开了一条通道。清水村此前人界地灵,就是被一些外来人乱了风水,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坏了村子的规矩。胡村长对几人说道,我们自然会守好规矩 姜诺望着眼前看起来德高望重的村长表示道,你们看到了吗?村长刚刚在瞪我们,他真的在瞪着我。又走了一段距离后,赵惠一脸害怕地看了看后面,又对几人说道。姜诺几人,看向身后远处的人群,发现村长已经不知去向。应该是你的错觉吧?没有的是。白师翠想说,赵惠应该是被污染到了,但最终没说出口。真的有,真的有,赵惠难难道。顾大嫂在看到疼得乱叫的王传士后,二话不说的便烧好了一大桶热水,滚烫的热水冒起白烟,但王传士却觉得 好受多了,虽然被热水烫得退了皮,但至少没有之前那种万重钻心的难受感了。秦水里到底有什么?姜诺问,也许顾大嫂知道些什么?顾大嫂却摇了摇头,我不是村子里的人,他们只说是邪碎之物,不能触碰,触碰就会被染上,但谁又知道呢?用热水真的有用吗?赵惠看到这样半死不活的王传士,担忧的表情带着凝重。热水能驱除邪碎,但是他身上的伤就没那么好办了。或许你可以带他去看看村医。顾大嫂回答道,村子里有村医?时间不早了,村医� 这里有多远?秦轩问,村里夜晚不要外出,不要住在挂红布条的村民家中。天色已暗,马上就要迎来夜晚。村医是个赤脚狼中,你们可以请他过来,但要收枕金。顾大嫂说道,给我请,给我请村医过来,多少枕金,都可以,我快要,受不了了,好疼,好疼,桶里的王传士痛苦地说道。保护身体的皮肤被烫坏,此刻他的皮肉已经开始溃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像是某种带有腐蚀性的物质?姜诺看着这样的王传士,突然说道,王二妞的尸体一夜之间就发生腐 王传士在掉进井中之后,也被黑泥腐蚀掉了一层皮。顾大嫂也说,这种邪碎不能触碰,在他的认知里,只有浓硫酸才有如此效果。不是,不是的,是他们说村子里有邪碎,是外来人带来的邪碎,邪碎惹了河神发怒,所以清水堂一夜之间就消失了,顾大嫂听后说道,他们是指谁?高原问,他们,他们,他们是审判者,他们都是审判者,他们是这里的人,他们都是坏人,对都是坏人,都该死。顾大嫂说完,生气地转头回了房,砰砰砰,厨房里传来了敲 消极众物的声音,以及顾大嫂的诅咒声,去死,都去死,都该死。顾大嫂正拿着一把菜刀背对着窗户砍着什么?顾大嫂为什么会那么说?白师翠趴在窗边看了一会儿,觉得这顾大嫂也开始变得神神叨叨的了。江诺摇摇头,赵慧已经按照顾大嫂的话打通了村医的电话。保险起见,江诺还是让霍将军将王传士背回了赵慧两人的房间。霍将军,你看到什么了吗?江诺回访后问道,他让霍将军去盯着那几个来顾大嫂这里的探亲者 主人,我看到他们收了顾大嫂的钱,他们一直埋伏在胡村长家外面。霍将军的回答让房间里的两人有些出乎意料。埋伏在村长家外面?难道他们要害村长?今晚你继续盯着。江诺原本是打算让霍将军晚上守在房间里,但是他又迫切地想要知道那几人的目的。别担心,晚上无首夜。秦轩似乎看出了江诺的犹豫,于是说道,嗯,有秦轩在,也是江诺敢让七月诡异离开自己的原因之一。村医在夜幕降临后终于来了,几人都没有想到村医是一名薄脚老太 他有些驼背,背着一直不带。在来到王传师的房间后,就只看了王传师一眼。有条件的话还是送大医院去吧。是很严重的意思吗?赵慧不安地问。其实,就算村医不说,他们也能看出来王传师的状况并不良好。村医点了点头道,很严重,很严重,掉进了清水村的井里了,能不严重吗?你们也要小心啊。江诺站在门外听着村医的话,直到村医出来后,他才低声问道,如果不去大医院,他还能坚持几天?三天,他撑不过三天,我的药草只是让他好受一些,沾染到了内务,不送 村医的人都得死,都会死,都死了。他呀,活不过三天呐。村医看了看江诺几人,用操劳的声音回答道,婆婆还有药草,可以卖给我们一些吗?江诺听后问道,药草很贵,地上已经不涨了,你确定要买我的药草?村医原本都要走了,听到江诺的话之后,又缓缓转过头来。我确定,江诺并没有其他想法,只是想要试试能否从村医口中得到更多线索。清水村里,就你一个村医吗?秦轩问。哈哈哈,清水村里,有好几个年轻的村医,只不过呀,他们都被 被人乱棍打死了,就只有我呀,活了下来。村医笑得有些颤抖。为什么?白师翠听后问,即便是在农村,医者也是受人增进的行业。为什么会被人乱棍打死?因为,因为我可不会治病。哼,我老了,不会治病,也治不好这种病,没人找我看病,我也不给他们看。村医拿出了一包干黄的枯草,这枯草就是他所说的药草。江诺一共付了一千明币,这也太贵了,就这么点。白师翠只替江诺心疼明币,许是觉得自己的东西的确太贵,村医又拿出了一个药方递给了江诺 村里已经没有草药了,这是家中祖传的止疼药方,你收下吧。谢谢。江诺收下药方,只可惜药方中只有几位药草,并没有出现规则。房间里传来了王传士的嗷嚎痛哭声。我错了,我错了,我好疼,我这次一定死病了,对不起,对不起。白师翠觉得之前的王传士就像是个杠警,但是现在看到他这副模样,又觉得他可怜极了,也不一定会死。村医说只要能送去医院,也许还有救。江诺将钓鱼翁那里找到的两条通关规则给了两人。 普通通关,找到车站站牌,并乘车离开清水村。赵慧一脸惊喜,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找到站牌,就能离开这里了。江诺点点头,普通通关往往是最简单的。只要在三天内找到站牌并离开村子,王传士就能去医院治病了。咱们这两天一直绕着村子转了两圈,都没有看到站牌的影子。高原说道,别说站牌的影子了,我们连方向都不知道在哪呀。白师翠的话让几人陷入了沉默,屋里只剩下了王传士的哭声。没有方向,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往哪找。 或许我们知道方向,你们是不是忘了疯子?江诺这时想起了什么,说道,是疯子告诉你们什么了吗?赵慧立刻问,疯子说自己的弟弟妹妹外出打工了,而他每天都在等他们回来,他所等待的方向也许就是站牌的方向。江诺说道,他们经过土楼两次,疯子都在翘首以攀地面朝着一个方向不住的张望着,那个方向应该就是站牌的方向。对,有可能,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白师翠等在土楼外的时候就趁机问了几个村民关于站牌的信息,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告诉他,更没有人告诉他, 站牌是在哪个方向?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去找站牌。赵慧擦了擦眼泪,床上的王传室似乎安静了些,江诺几人没在打扰,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吃饭吧。房门刚关,秦轩便说道,好,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钟,江诺这才觉得腹中饥饿。他差点把晚饭忘了,不过吃什么,还是个问题。江诺在犹豫应该拿出什么东西出来,秦轩已经一股脑的拿了满满一桌的素食品和工具。我来吧,我这里还有一些吃的。江诺拿出了一盆自己种的冻苗,安全屋里的几盆水 水培豆苗都已经长得茂密,现在正好可以拿出来用上。除了新鲜的豆苗之外,他又拿出了一盒鸡蛋。考虑到炒菜的声响和油烟过大,江诺还是决定用煮和蒸两种方式。你会做的东西很多,比起那盆嫩绿豆苗和鸡蛋,江诺会做饭这件事更能吸引秦轩的注意力。嗯,以前我经常要做一日三餐。江诺淡淡地回答道,说是既养在亲戚家,但并没有人养着他。反倒是他会被要求去做一家人的餐食。我来帮你。秦轩也撸起袖子,认真地 干了起来。放心很快的。江诺以为秦轩是饿极了。他很快就准备好了两人的晚餐。过水后蒸制的腌肉、皮蛋和火腿粒配着的上汤豆苗,以及香嫩软黄的炒蛋,再配上蒸好的粒粒分明的大米饭,一桌家常饭菜,很快就好了。今晚你安心休息,这里有我守着。秦轩说道。好,我还想好好看看顾大嫂这里,不过看来只有明天了。江诺边吃边说道。你想要找宣索?秦轩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顾大嫂的丈夫在哪。江诺对这一点表示奇怪。 既然顾大嫂没有被村民审判,那么就说明她的丈夫还在。还有一点,顾大嫂和刚刚的村医可能是熟识,我看到他们在院子里交换了东西。秦轩在窗旁一直注意着下了楼的村医,顾大嫂也向她买了草药。江诺点点头思考了片刻。我一直认为顾大嫂好像在憎恨着什么人,她所恨的人会不会和她的心愿有关。明天我想再去找一找胡光耀,也许她知道更多顾大嫂的信息。嗯,拼你的。秦轩没有意见。在她收拾完饭后的狼藉后,发现江诺正靠在床边看 爱了什么?江诺在看村医的药方。她的右手边还有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她看得很认真,时而翻阅,时而皱眉,时而思考。药方里是有什么信息吗?秦轩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问道。江诺没有抬头,而是招了招手。秦轩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并坐在了江诺的身旁。江诺指着那张药方解释道,这些药草的生长习性都是耐干旱。村医说这些都是清水村里所生长的药草,有没有可能清水村原本就是一个干旱之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生 生长的植物也都有不同的特性。湿润的气候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植物和干旱地区的自然不同。清水村或许本就不像它的名字那般,而是一个气候干旱的村子。你的意思是说,清水村的干旱其实和村里人所说的风水无关。秦轩很快就明白了江诺的意思。没错,明信片里面并没有池塘里的审判石柱,审判是在池塘干涸后才开始的,外来人带来的不及也是从清水塘干涸后才有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究竟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江诺问着秦轩,也是在问着自己。土楼疯子的第二� 一幅画中,池塘里的水变成了黑色,直到第三幅画才是干涸的样子。那么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审判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审判?真的是为了让村子结束干旱状态吗?有些较为干旱的地区,的确是靠供水才能维持人们的生活,比如依靠一些水库和掉水工程。经过江诺的提醒,秦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清水村的旱灾或许并不是天灾。总之我觉得审判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江诺不确定这件事是否和通关有关系,但心中的疑点已经出现多个。两人聊了许久,江 江诺这才注意到他们此刻都坐在床头。距离很近,昏黄的灯光下气氛有安静,江诺微微侧目,男人坚毅的下恶线便映入眼帘,紧接着便是喉结的一阵上下翻滚。秦轩的声音有些音哑,嗯,你先休息吧,剩下的明天再说。他背对着江诺站了起来。好。江诺收回视线,将药方加进了那本中草药知识大全里,随后慢慢躺下。这一夜的江诺睡得很安稳。虽然他在睡前还在思考或将军有没有发现什么关键线索,但是这并未影响 让他的一夜好眠。待他睁眼时,便发现了不远处的方桌上已经摆上了牛奶和面包等早餐。一旁还有一张和老式房间格格不入的暗棕色真皮豪华沙发。不用问,江诺就已猜到这是秦轩空间里所带的沙发。你醒了?牛奶已经热好了。秦轩正坐在那沙发上翻看着什么,见江诺醒来,于是说道。这样陌生的场景让刚起床的江诺略微呆滞了数秒。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精神,说道,嗯,我先洗漱。在副本里已经习惯早起,江诺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早上五 点半,而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简单用完早饭后,他按照计划和秦轩下了楼。一楼客厅和小院里都没有顾大嫂的身影。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秦轩这时问道,四周一片安静,可从客厅左侧的门里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被捂住了嘴巴后发出的挣扎声。江诺也听到了这块声,因为不敢随便入内,两人便试着从小院里的窗内望了进去。窗户是玻璃窗,两人很快就看到了窗内的景象。只见屋内一片狼藉,一个中年男人被绑在床上,顾大 大嫂正站在床头面无表情的往男人口中喂着什么汤水。男人似乎并不想要喝,却一勺一勺的慢慢被灌了进去。随着那汤水入口,男人的挣扎幅度也越来越小,最终竟是睡了过去。这里有规则。秦轩低声指着一处说道,窗户一侧的门框上贴着被晒得退了色的年画,年画上有两条不起眼的规则。当权威不再公正,盲目终将导致恶果。厨房里可以加工食物,但不可将厨房的物品带出。顾大嫂没有出来。规则提示,厨房 可以进入,两人直接走进了小院右侧的厨房。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把锋利的菜刀。菜刀斜斜斜地插在木头做的砧板上,一旁的灶台上摆着一只木盒,木盒前方是香炉和两根正在燃烧着的白色蜡烛。香炉的前方还整整齐齐地摆放了两只瓷碗,瓷碗里是热气腾腾的早饭。像是供品。姜诺说道,那木盒应该是骨灰盒。秦轩还在厨房里看到了四个巨大的储水罐,其中两个罐子已经空了。看起来顾大� 用的是这里的水。姜诺说道,每个储水罐都有半人膏,里面储存的水并不少。怪不得她没在小院里看到水井,原来顾大嫂早有准备。厨房里还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道,一旁的煤炉上正熬制着一小锅中药。姜诺在灶台下面捡到了一张药方,药方背后居然也印着规则。她将药方上的内容用手机拍了下来,不要尝试与手握菜刀的人说话。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门外,顾大嫂端着一只空碗走了进来。她的手上还染着胃干的鲜血 正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两人。我们想要找点水。秦轩回答道,厨房里可以加工食物,但不可将厨房的物品带出。既然他们可以进厨房,就不用担心什么。顾大嫂听后点了点头,这里的水你们都可以用,但是我要收费的。我们可以付钱,不过这里是。姜诺指着香炉前面的木盒问道。她注意到顾大嫂在看香木盒的时候眼神变得温柔了不少。只听她道,这是我给我女儿准备的早餐,她最爱吃我做的小油膜。女儿啊,你要是没吃饱,就跟妈说一声,妈在顶做。顾大嫂的女儿已经死了。姜 姜诺和秦轩对视了一眼,那骨灰和里的骨灰应该就是顾大嫂女儿的。顾大嫂的女儿也不是清水村的人吗?姜诺又问。见顾大嫂点头,姜诺也明白了几分。看来顾大嫂之所以想让他们带走女儿的骨灰,是因为女儿也是外来人。她并非是村里的人,她不是清水村的人,她当然不是这里的人,她是因为我才嫁到这里来的,她原本可以不成为这里的人的。呜呜,顾大嫂伤心的掩面哭泣着。姜诺还想要再问些什么,却见顾大嫂已经停止了哭泣。她满脸恨意地� 握着木板上的菜刀,对着木板狠狠地砍去,该死的,她该死,他们也该死,就会欺负我女儿,真是该死的,不要尝试与手握菜刀的人说话。秦轩对姜诺摇了摇头,姜诺将一张铭币放在了灶台上,两人随后走出了厨房,看来顾大嫂的心愿应该是和她女儿有关。姜诺说道,只是不知道她的女儿是怎么死的。如果房间里的中年男人是顾大嫂的丈夫的话,她又为什么将男人绑起来,又又要让她沉睡过去呢?有可能是为了复仇。秦轩指着客厅里的一 结婚照里面无表情的人正是顾大嫂,一旁喜笑颜开的男人已经是中年,看起来正是被绑在床上的男人。顾大嫂是后来才嫁过来的,那个男人只是她留在这里的途径而已。姜诺看着照片毛色顿开,怪不得厨房的门上还有大红色的喜字未拆,对比退了色的年画来看,顾大嫂应该是一年内嫁进来的人。在清水村里,丈夫一旦死了,女人就没得依靠,如果不速速改嫁,就会被审判。所以顾大嫂从村医那里买了药,只为了让男人昏睡过去。但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复 他们替顾大嫂解决了要复仇的对象,就算是完成心愿了。还有一条规则没有找到。姜诺有种预感,还没有被他们找到的完美通关规则里,一定有着重要线索。对了,霍将军。想起被自己派去盯烧的霍将军,姜诺立刻打去了电话。只是让他失望的是,之前霍将军盯着的几个叛亲者并没有什么动作。两人回到楼上的时候,赵慧正站在走廊上与白石翠和高原商量着什么。他希望白石翠几人能陪他去寻找站牌。你们难道不想要快点离开这里吗?只要找到站� 这况又恶化了,屋里都散发着腥臭的味道,赵慧只想快点离开这里。我正要去找线索,站牌的位置只能慢慢摸索。姜诺说道,赵慧看起来非常焦急,但除了跟着几人以外,他也别无他法。赵慧好像有些奇怪,我们最好防着点。白石翠在路上的时候悄悄说道,好,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姜诺还是多留意了一些。不过一路上走来,他还真发现了点端倪。赵慧对高原明显热心了不少,没想到咱俩还是同岁,你看起来比我小一些呢。 赵慧正走在高原的旁边,不住地寻着各种话题。高原也只是淡淡映下。当几人路过土楼时,又看到了等在门外的疯子。他笑嘻嘻地和姜诺打着招呼,甚至是跟了上来。你们是我的朋友,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我最喜欢帮助别人了,你们要我帮忙吗?疯子憨憨地傻笑着问,我们要去找胡光耀,你知道他在哪吗?姜诺干脆停下来问道,胡光耀?我认识胡光耀。他就在,就在,疯子思考了起来,最后手舞足倒到,他就在我家。他在我家等我弟弟回来呢? 胡光耀在疯子家?几人都没有想到,但是还是再次来到了土楼。胡光耀的确在土楼里,他正站在一个指人前面,口中说着什么?那指人和小女孩的指人相似,疯子看到后十分高兴道,是我弟弟,这是我弟弟。疯子是个看起来又三十岁左右的汉子。两个指人中较高大的那只应该是疯子的弟弟。他穿着蓝色的棉衣,端端正正地坐在女指人旁边,同样是没有眼珠。我终于有勇气把你带回你家了,你不要怪我,你真的不要怪我,那件事和我无关,不是我做的,真的不是我做的。胡光耀背 胡光耀对着几人,对那指人说道,直到他看到蜂子带来的几人,眼中露出些许惊慌。蜂子,你怎么把他们都带来了?胡光耀很快就恢复了神色。嘿嘿,胡光耀,他们是我的朋友,昨天还给我糖吃,我们一起做好朋友,相亲相爱好不好呀。蜂子的语气有些撒娇,他又乐呵呵地走到两个指人面前。弟弟,妹妹,你们回来了,这次回来就不要走了,哥迪你们盖了大房子,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胡光耀,你昨天为什么走了?白师翠问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胡光耀似乎想要避而不打。 你是村长的儿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村子的站牌在哪里?赵慧也迫不及待地问道,站牌?村子没有什么站牌?我不知道。胡光耀回答道,赵慧有些急了,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既然你是个好人,你就快点告诉我吧。好人?我不是好人,这个村子里根本没有好人,我根本不知道站牌在哪,要是能离开这里,我也早就离开了。胡光耀的眼里露出些许悲伤,你知道顾大嫂的女儿是怎么死的吗?此时江诺突然问道,本在一旁叙叨叨的疯子也停了下来, 仿佛这是一个不该被问及的问题。顾大嫂的女儿是二妞的朋友,她上次看到我还对我笑呢,她死了吗?哦,对了,她好像是死了,已经没有人对我笑了,已经没有人对我笑了,疯子说道。那她是怎么死的?是因为生病还是意外?白石翠看着欲言又止的胡光耀,再次询问了一遍。顾大嫂的女儿死了,她是,她是被杀死的,是被全村的人杀死的,她的丈夫犯了错,她是带来不及的外来人,每个人都同意,每个人都同意杀死她,胡光耀的声音在冰冷的土楼中回荡着。江诺并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问道顾大嫂的女儿是被审判而死的,对吗?见胡光耀点头,秦轩也问道,她的丈夫犯了什么错?犯了什么错?她是村里最厉害的村医,可是却治不好大家的病,大家都说她犯了错,她就是犯了错,她真的有错吗?胡光耀说完后反倒是问起了自己,所以她的丈夫就是被村民乱棍打死的一生。江诺此时已经全都明白过来。这一点顾大嫂家的村医也提到过,你们不该来这里的,这里根本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胡光耀说完,晃晃悠悠的走出了土楼,你别走,快告诉我, 站牌在哪里?赵慧追了出去。如果她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村子真是太过分了。白石翠此时对顾大嫂只有同情,所以顾大嫂的心愿会是什么呢?她很明显是为了复仇,否则不会来这种破地方,只是不知道她的复仇对象会是谁。高原边思考边说道,江诺则朝那两个指人走了过去。指人没有眼珠,可江诺却能感到自己在被什么注视着。明明是指人,却有着生人物尽的气场。上一次只有妹妹在的时候,她并没有这种感觉。随着她的靠近,一股潮湿的气味扑鼻而来。 面前那个男指人的脑袋竟然动了起来。是幻象,别被迷惑了。秦轩的声音在一旁响起,她并看不到江诺看到什么,只是能判断江诺此时已经进入了某种幻象里。江诺却按住了秦轩想要将她拉里的手,说道,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她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正在遭受精神污染,不过这种程度的不算什么。这指人到底想要传达什么?看着牵着自己的那只手,秦轩没有再有所动作,而是仔细观察着江诺的表情,等她不对劲时,就迅速带她撤离。此时的江诺试着与那指人进行 对话,我是钟成林的朋友,她很喜欢交朋友。呼啦呼啦,伴随着指张摩擦的声音,指人的头部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听说她的弟弟妹妹都外出打工去了,她很想你们,还亲手盖下了这栋楼。江诺说这话的时候才意识到不对之处,疯子的弟妹都已经外出打工,可为什么会有指人放在这里?如果这指人是胡光耀送来的?也就是说胡光耀是知道,疯子的弟妹都已经死了,毕竟没有人会给活人扎指人。咔哒,指人的头部在剧烈晃动中忽然发出了一阵断裂声,指作的脑袋竟然掉了下 滚落在了江诺脚边。那双只有眼白的眼睛死死盯着江诺,脑袋里散发出一股恶臭。紧接着,一些烂掉的水草流淌了出来。因为知道这是幻象,江诺忍着不是将那指人脑袋捡起来又放回了身体上。就在这时,指人的脑袋里竟是掉出了一张规则。完美通关,找到钟成海,并交给最后一个外来者。江诺看完规则,刚才的不适感已经完全消失。没事吧?秦轩是第一个发现幻象结束的。没事,规则找到了。江诺晃了晃手中的完美通关,没想到清水村 清水村的完美通关规则竟然是在疯子这里。刚刚要不是他拦着,我都准备去把那俩烧了。白石翠见江诺已经恢复了正常审态,这才放心。不过紧接着的便是疑惑,钟成海是谁?高原问,应该是疯子的弟弟,也是钟成林的弟弟。秦轩看完规则后回答道,弟弟,我的弟弟怎么了?我的弟弟已经回来了,你们看,他就在这里呢?疯子也听到了几人的对话,指着那只蓝衣指人说道,钟成林,你的弟弟在去打工之前,有没有和你说过什么?江诺问,钟成海不是医生,也不是外来者。 如果他死了,那就是被人谋杀或是意外。江诺更倾向于前者,弟弟去打工前?没有说啊,他什么也没有说,有一天他突然就走了,后来妹妹就去找他了。疯子此时像是清醒了,竟然能回答起江诺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去打工了?白石翠问,突然走了,妹妹也未归,这很明显是有问题吧?我就是知道,我就知道他们去打工了,他们还给我寄了信,还让胡光耀念给我听了。疯子有些生气的回答着,又是胡光耀,高原觉得这个胡光耀一定有什么问题。知道了, 你别生气,这个给你吃。江诺拿出了一小罐的糖果递给了疯子,或许在整个清水村,只有疯子才是最无辜的。不过这最后一个外来者又是谁?白石翠叹了口气,每一种通关线似乎都不怎么好走,连规则都是扑朔迷离的。或许我们可以去问问村长,他应该很清楚谁是最后一个来村的。高原建议道,可以,江诺也想要去探一探村长的底细,而且霍将军还守在村长家外面。根据霍将军所说,那几个探亲者还没有行动,并且很有可能已经被村子里的人注意到了。江诺猜 他们是还没有找到行动的时机,或者说他们在等待时机。几人一同朝村长家走去,一路上却没看到赵慧的身影,他会不会已经跟着胡光耀去胡村长那了?白石翠说道,江诺摇摇头,没有,胡光耀和他都没有回去。他刚刚在和霍将军通电话的时候已经问过了,霍将军没有看到赵慧和胡光耀的身影。那就奇怪了,白石翠之前记下过赵慧的联系方式,但是却怎么都打不通。想起赵慧之前的表现,他索性不再管,几人很快就走到了村长的家。 之前江诺没有注意,村长的家,在整个清水村里看起来是相当的精致的。就连门楣和门槛上都雕刻着精美的木工花纹。秦轩上前敲响那烫金的红色大门后,开门的正是上一次被胡光耀拽进屋里的中年女人。进来吧,快进来吧,进来屋里喝口茶水。女人笑眯眯的招呼着几人。听说村长这里有水,我们是来借水的。秦轩打亮着眼前的女人,她像是已经不记得她们上次来过了。进来吧,这里有水,我可以给你们打水。呵呵呵,女人再一次邀请道。胡光耀回来了吗? 江诺故意问。女人摇了摇头,她经常不回来,正在和家里闹矛盾呢,不过没关系,她早晚都会回来的。那村长在家吗?我们有事,想要找她问一问呢。白诗翠自进来之后便一直打亮着村长家的院子。和上一次一样,院子里空空荡荡的,只是出奇的大。村长,女人看向院子里的房屋,最终点了点头回答。她在家,我这就去叫她出来,你们在这里等着。院子里有石桌和石椅,女人笑着让几人坐下后才离开。村长家看起来挺气派啊。白诗翠说道,光是前方的白色小楼就有五� 并且外观很是精致。嗯,这种大理石是最昂贵的名山石,一般人家是不舍得把这种石材用在院子里的。秦轩用手指敲了敲石桌后说道,这石桌石椅好像不对劲。江诺刚说完这句话,就只觉一阵天悬地转。石桌和石椅竟然在往下坠落,抓紧桌面别松手。秦轩大声说道,她刚刚竟然没有发现这一点,这石桌石椅实则是奇门遁甲树中的一套机关,白天变成黑夜。江诺感觉到自己身后是一片黑暗的虚空,如果她此时不坐稳,很有可能就 从脚下这石台坠落下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现在在哪?白石翠忍不住喊出声来,闭上眼睛别动,再过一刻钟就安全了。秦轩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三人虽然不明白是为何,但现在也只能照做。江诺尝试拿出远光灯,可周围的黑雾却将远光灯的灯光完全吞噬。身旁有微弱的光线亮起,秦轩将一只摇曳着烛光的烛台放在了桌面上。烛光立刻照亮了四人所在的区域。什么情况?高原问道,简单来说是我们触发了某种机关,现在的我们身� 对于另一个地方,你们感觉到的下坠是真,也是假。秦轩解释道,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真正的下坠,对吗?江诺看着那微微摇曳的烛火,烛火没有熄灭,也没有不停晃动,就说明他们是静止的。可如果不抓稳桌子或是乱动,他们就会跌入后方无尽的黑暗之中。对,这种旋转机关走完需要一刻钟,别乱了震脚就行。秦轩说道,那等一刻钟后,我们就能回到院子里吗?白石翠问,不一定,如果机关转到另外一个点,我们就会出现在另外的地方。秦轩用钟表的原理解释了起来。江� 他们快就明白了,他们现在身处于一个原形之中,机关转到哪里,他们就会被带到哪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是来找村长而已。高原问,他们明明没有违反任何规则。有两种可能。江诺看向周围,继续说道,第一,村长不欢迎我们,第二,我们无意中违反了规则。也或许两种可能皆有。秦轩补充道,无意中,可我们坐下前还检查了周围有没有规则掉落。我们今天也没干什么呀?白石翠抓紧桌子,喃喃地说道,赵慧。江诺提醒道,顾大嫂家里有一条规则。 三间房必须平均等量分配。如今也就只有这条规则能将他们六名参加者相联系了。你是说,赵慧和王传世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白石翠立刻反应了过来。死了一个人,所以房间就不是平均等量了。江诺点点头,我也只是猜测,就是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从这里出去了。话音刚落,刚才的坠落和眩晕感已经消失。几人竟然停在了一片空地之上。脚下的石台变成石子,地面上长的一些看起来有些坚硬的绿色植物。是清水塘,那边是清水塘。白石翠第一个发现了他们身在何处。 月光照耀之下的清水塘泛起了波光淋淋。是以前的清水塘。江诺说道,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不过既然秦轩说他们总能转回原点,几人也不再慌张,而是私下打量了起来。和明信片里面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白石翠说道,现在的清水塘比明信片里的看起来要更加荒凉一些。如果不是那块巨石,他也不会那么快认出来之事呢。就连周围的树木和草丛看起来也都怂拉着叶子,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腥臭味道。 这味道和王传世身上黑泥的味道很相似。江诺看了一眼周围,远处的山石引在黑暗之中。虽然看得并不清楚,但正如他所猜测的,清水村并不是什么湿润的草木向荣之地。 除了清水塘周围,其他地方都是碎石和沙土。是一个味道,只是淡了一些。 看来这里是清水塘干涸之前的一段时间。秦轩坐在石椅上,人都看到了远处有几道人影绰绰,他们似乎正站在河边说着什么。 咱们能不能在这周围找找线索呀?高原跃跃欲试,他很想去看看那几道人影在干什么,又在说些什么。 不可以,如果机关突然转动,你会被永远留在这里。秦轩警告道,原本已经起身的高原厅爸立刻坐了回去,他可不想被永远留在这里。 不过他转头便看到,姜诺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只望远镜,正在认真地观察着河边的几人。 以前他总觉得自己装备齐全,但是自从这次遇到秦轩和姜诺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装备被秒成了渣渣。 谁闯副本还会带望远镜呢?是村长。 姜诺说道,借着河面的反光,他很快就认出了其中一人正是村长。 只是旁边那几个西装革履的人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 但很明显,他们并不是清水村的人,看起来像是在做什么交易。 秦轩接过姜诺手中的望远镜,看了看之后说道,只可惜他们什么都听不到。 那边,还有一个人,姜诺指了指巨石。 巨石后面藏着一个人影,只露出了三分之一的身子。 这陷阱可真行,要是不知道的,肯定就往前走去看线索去了。 高原坐在石桌前,心里却多了几分庆幸。 要不是秦轩了解这样的机关,恐怕他们谁都逃不过这次违反规则的惩罚。 果然,不等姜诺将那巨石后的人看清楚,一阵天旋地转的感觉又再次来袭。 好坑的机关树啊,白湿脆的声音在转动中颤抖着。 一会下降,一会转圈,待会还会有什么? 虽然几人都按照秦轩所说的闭上了眼睛,但再次睁眼的时候还是被眼前的光线刺得有些难以适应。 烈日炎炎下,四人的石桌被一池塘的人围在正中央,而池塘周围站满了面无表情的村民们。 一旁的圆形石柱上,一个女人被绑在上面哭泣着。 我老公被你们打死了,你们还要打死我,你们这群愚昧无知的人。 我老公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就为了让你们早日摆脱瘟疫,你们却这样对她,这样对她的结发期,你们才应该是那不得好死的人。 女人嘶声力竭地喊着,然而她的痛苦并未被传达。 清水堂甘枯,清水村瘟疫,只能用不及之人的血迹才能破解。 和神定能感受到乡亲们的前程,你的血就是清水村最好的诚意。 同意将李一曼县记者请投出你们手中宝贵的一票。 胡村长的话音刚落,便有尖利的石块朝女人砸来,女人发出痛苦的声音。 求生的本能让她想要护住自己的头部,然而石块却如同雨点一般,从四面八法朝她起来。 妈,妈,救救我,救救我,将诺听到女人微弱的呼救声。 四人的石桌就在审判处旁边,因此四人都能感受得到众物迎面而来的恐惧感。 虽然那些石块能穿过他们的身体,并且不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可伴随着女人的哀嚎声,四人只觉身临其境,必无可避。 石块有大有小,如雪花般来袭。 白石翠甚至想要把腿狂奔,离开石桌。 冷静点,这些都是假的。 在她身旁的高原,最先发现了她的异样,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 真的,很坑爹呀,白石翠忍不住哭了。 这完全是身体上的恐惧,尽管她的心里很是理智,可她此时还是抱着头,想要缩成一团,闭上眼睛会好一点。 江诺说道,她一直闭着眼睛,可石块击中的声音让她眼皮仍然忍不住狂跳。 呼的,周围被一股温暖的气息包围。 江诺以为审判结束,却发现自己的大半个身体都被秦轩护在了怀里。 规矩什么的,先放一放,你得保持头脑清醒才行。 秦轩感受到江诺的身体明显一僵,于是解释道,高原健壮也学着身世风度了一把,只是白石翠像是见了鬼一样的将她推了开来。 她险些没跌到一旁。 你别,我又不是,高原觉得白石翠有点不识好歹,但是看到白石翠眼中的恐惧和惊慌,她又将化验回了肚子里。 你不喜欢就算了,诺,这个给你。 高原洋装生气,丢给了白石翠一把折叠雨伞。 那些石头都没让白石翠露出这样的眼神,她刚刚也没干什么呀。 谢了,白石翠咬了咬唇,最终还是接下了那把雨伞。 雨伞之下仿佛是一片安全的空间,再也看不到那些飞来的凶器,白石翠这才好受了一些。 不知过了多久,石块终于停了下来。 审判柱上的女人已经被砸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肉泥。 鲜血顺着石柱流下,流进了干裂的土地中。 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河神显灵,河神显灵了,快看啊。 几人顺着目光看去,发现池塘的一处果然开始慢慢变成深色。 咕噜咕噜,一股水流从湿润的土地里冒了出来。 紧接着,更多的水漫了出来。 这样的场景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却仿佛让岸上的村民看到了希望。 真的是河神显灵了。 这是真的,清水村,有救了,一定是审判还不够,一定是河神的怒火还没有被平息。 对,只要把不急之人都找出来,清水村一定会恢复原貌的。 你们他妈的有病吧? 白诗翠忍无可忍,站起来指着周围的村民骂道。 然而并没有人能看得见他。 坐下来吧,危险。 江诺的眼眶都是红的,是悲悯,是愤怒,也是无奈。 看了无辜的人惨死面前,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要来了。 秦轩提醒道,白诗翠已经坐了下来,紧紧地抓着石桌。 紧接着,一阵忽然升空的感觉从脚下蔓延而来。 高原也忍不住骂道,哪个杀仙刀得做这样的机关,别让我逮着,这分明是想置他们于死地呀。 只要坚持住,就一定能安全回去,况且这里面也不全是坏处。 至少他们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清水村,不用再追着人问来问去了。 秦轩的话江诺也很是赞同,他还没来得及说,施重感就骤然消失。 这一次,他们被带到了一处坟地周围,那是顾大嫂。 白诗翠指着正贵在一处坟前的人影说道,是他。 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江诺几人都能轻松认出,那就是顾大嫂。 此时他们身处一堆黄土坟之中,周围很是安静,且苍凉感十足。 顾大嫂的哭声隐隐约约能听得到。 江诺再次拿出望远镜,在看清坟前墓碑上的字之后,脸色也暗淡了下来。 那是李一曼的墓,李一曼是顾大嫂的女儿。 江诺说道,果然如此。 他们刚才听到女人的话之后,就已经猜到了她的身份。 刚刚他们亲眼目睹了顾大嫂女儿的惨死,难怪顾大嫂会心存恨意。 白诗翠有些难过,却听远处的顾大嫂一阵嗷嚎大哭。 可怜的女儿,妈我此生别无他求,最大的心愿就是,说到此处,顾大嫂的声音突然便低了下来。 高原差点就跑过去了,顾大嫂说了什么? 她的心愿是什么? 这可是优秀通关的内容,你过去就要永远陪着顾大嫂了。 白诗翠淡淡地说道,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引我们过去。 秦轩说道,每一次的转场都有着不同的挑战。 原本以为这次的挑战也会很快结束,可几人发现,顾大嫂已经不知不觉将她的心愿说了六遍了。 可怜的女儿,妈我此生别无他求,最大的心愿就是,当顾大嫂再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四人都心照不宣地明白了。 这是在重复考验他们,来局扑克吧。 半个小时后,秦轩变戏法了拿出了一副扑克说道,面色昏沉的高原立刻清醒了,不是我说,你们怎么什么都有啊? 这很正常,上个副本里顺的。 秦轩面不改色地回答道,你那望远镜也是顺的。 高原忍不住问向江诺,对,顺的。 江诺也回答道,高原听后顿是觉得自己损失了一个亿,他怎么就没顺到什么东西。 不过扑克牌的确是转移注意力的好东西。 顾大嫂那念经一般的重复,很快就被几人抛在脑后,几人都兴致勃勃地在石桌上打起了扑克。 饿了的话我这里有小零食,江诺又拿出了一包瓜子和一些饱腹类小零食。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场景里待了快要有两个小时了,就连早上吃饱了早饭的他也饿了。 好久没吃瓜子了,白诗翠眼神一亮。 他知道江诺每次都会带购足够地吃的,只是没想到他连瓜子都有。 四人边打扑克边磕着瓜子,直到一大包瓜子溅了底,石桌才再次晃动了起来。 这一次,他们来到了一间平平无奇的房间里。 这里像是一处办公室,左边是一排书架,右边是一排文件柜。 而中间是一张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几份文件。 这又是什么意思? 是让他们等人?不知道。秦轩拿出手机,将书架以及文件夹都拍了下来。 一阵冷风从窗外吹过,桌面上的文件被吹落了下来,就掉在几人不远处的地面上。 江诺很好奇那文件上的内容,但必须起身走几步才能捡到。 可恶,根本够不到。 离那里最近的白诗翠努力伸长腿,却无法触及到那份文件半分。 这个给你,我拉着你。 对面的江诺竟是拿出了一根可伸缩的自拍杆递给了白诗翠。 因为怕白诗翠重心不稳跌倒,他便用两只手抓住了白诗翠的左手。 白诗翠不喜欢被异性触碰,这点他也看出来了。 你不会还在副本里面玩自拍吧? 白诗翠开玩笑道。 不过,他还是调整好位置,用自拍干潮那份文件伸去。 这次,他成功地拿到了文件。 快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几人都围上了那份文件。 文件上果然是诡异文字,这样高原失望了几分。 不过对面的秦轩和江诺似乎认得那些字,这让他惊讶的同时也生起了几分希望。 江诺是自学的诡异文字,他很厉害的。 白诗翠满脸佩服道。 他也在学习诡异文字,但是学习的时间太少,他还根本认不了几个。 我看秦兄也很厉害,他还懂得奇门遁甲呢。 高原附和了一嘴,胡说,明明江诺更厉害。 被江诺就过得白诗翠已经将知是为榜样,哪听得了别人这么将他比下去,于是便开始反驳起来。 秦兄厉害,他还能看出来幻象。 高原又道。 江诺厉害,他什么都懂,次次完美通关。 白诗翠继续反驳道。 江诺放下手中的文件,看着对面炒得面红耳赤的两人,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白诗翠明明没什么好胜心,怎么偏偏在这种事情上与人争论起来。 不过此时,石桌又再次动了起来,依旧是上升。 升空之中,高原两人还能听到秦轩的声音,台航榜上,江诺确实比我超前很多,所以更厉害的是他。 紧握石桌的高原想要说些什么,但是这急速上升的气流却让他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光线再次消失,他们回到了一处黑暗的地方。 这是哪?怎么有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不仅白诗翠这么认为,几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不远处有火把隐约闪烁。 江诺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 这里是原点。 一旁的秦轩回答道,我们回到村长院子里了。 高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这不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成功脱困了? 恐怕没那么简单,别忘了我们刚来这里时候的规则。 江诺说道,村里夜晚不要外出,不要住在挂红布条的村民家中。 现在已经是夜晚,他们不能再外出。 也就是说,他们今晚要一直留在村长家中。 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该死的桌子了。 高原站了起来,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大门外面似乎有人,并且是很多人。 虽然隔着一道门,但他就是能感觉到门外静静地站着不少人。 那些闪烁的火把摇曳在黑暗中,不曾变过位置。 他们在等着他们出门,很有可能迎接他们的就是审判。 江诺已经联系上了霍将军。 主人,有197个村民站在门外,需要解决掉吗? 霍将军回答道,你先过来即可。 江诺说道,就算霍将军能解决掉外面的那些人,只怕会招来更多的村民。 这里是没有红布条的村长家。 只要他们不出去,就不算违反规则。 好的,主人,霍将军直接翻越院墙归来。 高原还是第一次见到江诺的契约诡异。 虽然还不知道霍将军是有什么能耐,但他已经深深地被震撼了。 怪不得江诺一直如此淡定从容。 原来他有契约诡异的保护。 他根本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村长不在家,你们该走了。 白天将他们招待进来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院子里。 夜色中他的脸色更加惨白了。 在看到霍将军的时候,他已经不敢再往前逼近。 我们暂时走不了,如果有房间可以让我们休息一晚,我们可以支付冥币。 秦轩走上前去,虽然他们可以在院子里坐一个晚上,但那滋味定不好受。 冥币,冥币,那你们跟我来吧。 女人看到了秦轩手中的冥币后,明显神色动了动。 他朝秦轩招了招手,随后朝院子一侧地过道走去。 房间不够,房间不够,影人太多,这里没有那么多的房间。 女人走走停停,最终停在了一间黑着灯的房间门前。 江诺注意到院子的这一排一共有三间房,其中有一间房是亮着灯的。 而为了保证几人的安全性,秦轩和大家商量后最终还是要了两间房。 不需要一人一间,我们只要两间。 秦轩拿了其中一把钥匙,打开了其中一道房门。 晚上注意安全,我会让霍将军守在门外。 江诺对白师翠说道,两间房既然是挨着的,霍将军只需要站在门外守着即可。 那我就放心了,霍将军还是很厉害的。 白师翠知道诡异,都怕霍将军。 而他也确实困了。 江诺进入房间后就开始四处搜寻了起来。 那湖村长一定有问题。 秦轩也没有闲着,拉开了衣柜门开始检查。 嗯,这里既然有机关,我想他也是这个副本的关键人物之一。 江诺想起了在顾大嫂家看到的一条规则。 当权威不再公正,盲目终将导致恶果。 清水村里最具有权威的,就只有湖村长了。 今天下午的那份文件我拍下来了,上面还有湖村长的签名,或许我们已经离真相不远了。 秦轩发现衣柜里面空空如也,正当他准备关上衣柜门的时候,却发现了违和之处。 明明是空空的衣柜,其中一处木板的缝隙处却被磨得格外光滑平整。 对机关按道较为熟悉的他随即伸手拧起那块木板。 咔嚓,是门锁被打开的声音,看着面前黑洞洞的入口,秦轩并没有打算立刻探得究竟。 江诺也看到了那个入口,里面似有水声传来。 明天早上再见。 江诺说道,就算是再怎么好奇,他们也不能夜里行动,副本的黑夜太过危险。 嗯,秦轩重新关上了机关和柜门。 江诺在抽屉里找到了几张泛黄的车票。 车票是几年前的,终点正是清水村。 车票背后有一行规则,站牌通往村口,也通往村位。 汽车每日发车时间为八点,每次搬车只需要消耗一张车票。 没想到站牌的规则在这里。 江诺说道,看来你已经知道站牌的位置了。 秦轩看着江诺一片清明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经猜到了。 嗯,应该是我们去过的一个地方。 江诺将规则收起,只是他暂时不打算使用普通通关的方法。 房间内没有再找到其他规则,两人随意吃了一些食物后便准备各自休息。 门外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似乎有东西敲了两下门,随后发出了低沉的惨叫声。 主人,门外的东西已清楚。 是霍将军在门外说道,谢谢。 躺在床上的江诺倍感安心,要是他现在能睡在安全屋里就好了。 只可惜在这个副本里,他暂时没有进安全屋的机会。 好在院子里的积压饲料已经被他放了足够,就是不知道院子里的收成怎么样了。 想着这些,江诺眼皮沉沉地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一早醒来,却发现同房间的秦轩不见了人影。 桌上有早饭和纸条,我下去看看,很快回来。 下去看看,江诺打开衣柜,果然发现昨夜秦轩找到的暗室入口被打开了。 正当他有些纠结要不要也跟进去之际,黑洞洞的通道里传来了声响。 浑身湿漉漉的秦轩已经从暗室入口钻了出来。 下面是一个大型治水设备,不太好走,但我拍了照片。 湿漉漉的衬衣贴在身上并不好受,他边将拍到的照片递给江诺,边解开了上衣扣子。 治水设备?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江诺的注意力被一张剑满纤屑的墙壁吸引住。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有人被杀了,没有规则,但我找到了这个。 秦轩拿出了一张卡片,那竟然是一张身份证明卡。 卡片上的名字让江诺更加意外,这竟然是钟城海的身份证明卡。 也就是说钟城海来过这里。 江诺说道,嗯,钟城海的事也和胡村长有关。 秦轩已经换上了一件灰色衬衫,可却仍然觉得身上有说不出的兴起。 扣扣扣,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是昨天的女人,村长回来了,他要见你们。 门外的女人说完,秦轩便已经推开了门。 走吧,带我们去见村长。 这房间他们应该是不能待了。 不过好在衣柜下面的暗室已经被秦轩探索完。 最后一个来村子的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了。 面对江诺的问题,胡村长多事避而不谈。 完美通关,找到钟城海,并交给最后一个外来者。 秦轩已经确定下面没有钟城海的尸体。 现在,他们还要找出最后一个外来者是谁。 可胡村长并不乐意配合。 是顾大嫂吗? 江诺问,顾大嫂? 应该是她,应该就是她。 胡村长眯着眼睛,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多谢告知,我们就先回去了。 江诺笑着说道,怎么回事? 最后一个外来者,是顾大嫂。 在走出村长家门后,白诗翠迫不及待地问道, 昨天晚上等在门外的那些村民已经不见了, 而霍将军又按照指令躲在了暗处。 江诺摇摇头,原本我只是怀疑, 但是既然胡村长这么肯定,那就绝对不是顾大嫂了。 江诺露出嘲讽一笑, 胡村长想要隐瞒真相,就不会透露线索给他们。 而且钟城海失踪之前,顾大嫂的女儿还活着, 疯子一家都没有参与过黎曼的审判, 所以顾大嫂和钟城海之间并无瓜葛才对。 那会是谁呢? 白诗翠听懂了,可心中仍然是一片谜团。 不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村民们都在往那个方向走? 高原突然提醒道, 村民们原本麻木的脸上似乎多了些许光彩, 并且都在朝一个方向走去。 就像是去看什么热闹,我们也看看去吧。 白诗翠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那个方向正是池塘的方向。 果然,几人跟着村民一路走到池塘, 发现审判柱上又绑了一个女人, 是赵慧。 她再一次即将被审判, 而几人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赵慧也看到了几人, 但很显然她的神色已经有些癫狂了。 你们还活着? 为什么你们没有受到规则的惩罚? 赵慧大声喊道, 王传世死了。 白诗翠已经从身旁的村民中打听到了原有。 死了丈夫的女人, 会被认定为不吉之人。 你冷静点,兴许还有办法。 高原有些不忍心, 可赵慧却剧烈挣扎起来。 我举报, 他们几个都是和我一起来这里的, 他们根本不是夫妻关系。 他们都是假的, 骗你们的, 你们这群蠢货, 哈哈哈哈。 赵慧指着江诺几人喊道, 一道道目光朝四人头来, 似乎在判断赵慧所说的真假。 他疯了吧, 真是恩将仇报。 白诗翠难以置信地说道。 他就说早上的赵慧就已经有些奇怪了。 走吧。 江诺将手中的车票又重新放了起来。 赵慧指着江诺, 同样的选择。 你们说的对, 完美通关, 的确值得拼一把。 高原不傻, 很快做出决定。 不过他还是好奇战牌究竟在哪里, 那里也是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 江诺带着几人来到了他们曾经被追赶过的枯草丛林路上。 这一次, 他们是从村委的反方向进入。 江诺, 你是说战牌在这里? 白诗翠露出诧异的表情, 再往前走, 就要到达那处躲藏着很多村民的路段了。 是的, 你们还记得他们的穿着吗? 江诺边走边到。 那天枯草丛里钻出来的人, 许多人都背着行囊和行李。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背着行囊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并且, 这个方向也是疯子每日遥望的方向。 站牌通往村口, 也通往村委。 这条枯草丛路恰好满足这个条件。 要是再遇到他们怎么办? 白诗翠不安的问。 那些人看起来可不怎么友善。 我们既然能躲过一次, 就能躲过第二次。 秦轩走在最前方, 几人面前的路眼看就要走到尽头。 秦轩却带着他们一头冲进了那片密集的枯草丛中。 那片枯草丛是挡路的幻象。 走出之后, 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上次的地方。 不远处, 一群村民正站在路边迷茫地等待着什么? 他们在等什么? 白诗翠问, 莫菲是在等车? 搬车每天都有, 他们早该走了, 怎么还在这里? 高原有些怀疑江诺是判断错了。 可江诺却直接朝那群人走去。 又是你们, 又是你们, 你们伤了我的孩子。 一个女人很快就认出了江诺几人。 我们是来向你的孩子道歉的, 你们在这里, 是在等车吗? 江诺表现得很有善, 带他走近后, 身后的白诗翠和高原也才发现了些端倪。 上次他们没有来得及细看, 这群人身上都身受重伤, 有的人胸前甚至还被插了尖刀, 就连那个孩子脖梗上也是乌黑一片。 等车, 我们在等车, 可是我们上不了车, 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连孩子都不放过。 女人说着说着, 腹中忽然流出鲜血, 可他并未在意。 等下车来了, 我送你们上车, 但你们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吗? 江诺问道, 按照他的推测, 这些想要离开清水村的村民, 都先后死在了这里。 胡光耀上次经过这里之前, 就开始面露巨色, 随后慌不择路地逃跑。 是因为他知道这里有死去的村民, 女人两次都重复着, 你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是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 被掐死在了这里。 腹中流血的女人, 收起了愤怒的表情, 他紧紧地盯着江诺, 似乎生怕他跑了。 上车需要有车票和钱, 我们一直待在这里, 什么都没有, 你有车票和钱吗? 女人问道, 江诺点点头, 我有。 他确实把写有规则的几张车票 带了出来, 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车票。 哈哈, 我们能离开这里了, 你想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但是只能问三个问题。 女人的表情开始变得和善, 甚至一脸期待。 你们知道中城海在哪里吗? 江诺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中城海, 他很幸运, 早在村子出事前, 他就和妹妹离开了村子, 不像我们, 被困在了村子里。 女人也不知道中城海在哪, 但他却是羡慕他的。 村子出事, 是因为村民们喝了有问题的井水, 都得了病, 对吗? 江诺又问, 千万不要靠近任何水井, 如果有人让你喝井水, 一定不能触碰它。 规则里多次提到了井水, 所以清水村的井水一定有问题。 再加上疯子画在墙上的画中, 池塘水是黑色的。 所以他推测村里的水应该是导致村民生病的原因, 村民得的并非是瘟疫。 女人点点头, 水不能喝, 水可不能喝, 水里有邪碎, 那邪碎是会传染的, 整个村的人都染病了。 江诺就剩下一个问题了, 白师翠提醒道, 江诺点点头,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把你们一直留在这里的人, 不是外面的人, 而是清水村的人, 对吗? 高原有些着急, 江诺怎么问这么无关紧要的问题? 他们的目的可不是普通通关, 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和完美通关完全不搭边啊? 女人身旁的男孩呜呜地哭了起来, 叔叔爷爷好可怕, 叔叔爷爷好可怕, 女人眼中也露出了恐惧, 是他们, 是他们, 他们根本不愿意离开村子, 还不允许我们离开, 就是他们。 我知道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 江诺看了看这些人, 他发现人群中还多了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 那是王二妞, 车来了, 秦轩指向了枯草丛, 那大片大片的草丛中, 竟然真的驶来了一辆秀气斑斑的公交车, 公交车上只有一个司机, 他戴着口罩伸出了头盗, 要上车吗? 上车需要车票, 每人十元, 一群人包括小男孩都将目光溢向了江诺, 与上次的凶狠不同, 此时他们的眼里充满了祈求和期望, 每次搬车只需要消耗一张车票, 要的, 江诺拿出了一张旧车票, 看着司机收下车票后, 才又准备拿出名币, 秦轩已经抢先付了名币, 规则是你找到的, 钱不能再让你付了, 我没意见, 江诺怂怂肩笑着说道, 虽然他钱多, 可他不嫌钱多, 谢谢你们, 王二妞走了过来, 他递给了江诺一支笔记本, 笔记本上还浸着血迹, 江诺收下笔记本后, 他才和其他人一同慢慢上了车, 公交车再次启动, 朝着对面的枯草丛开了进去, 很快就消失了生计, 王二妞给了什么? 白诗翠凑过来看了看, 发现这似乎是一个日记本, 需要抓紧时间, 几乎回到顾大嫂家时, 发现顾大嫂正站在小楼的房顶上, 有人, 要被审判了呢? 要到时间了, 要到时间了, 顾大嫂低头看着下面站着的几人,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顾大嫂, 王传世, 他是怎么死的? 白诗翠忍不住问道, 他记得他们早上离开前, 赵会将要给了顾大嫂, 哈哈哈哈, 他让我煎药, 可是却不想为他付钱呢? 顾大嫂回答道, 白诗翠一阵心悸, 但并没有指责什么, 看来王传世是因为没有及时服药, 导致病情恶化而死的, 二楼的走廊上弥漫着淡淡的腥臭味, 赵会两人房间的门敞开着, 王传世俯身趴在地面上, 一只手朝前方用力伸着, 看起来已经死去了多时, 高原看到这一幕闭上了眼睛, 或许赵会是故意的, 什么意思? 白诗翠问, 赵会是故意让王传世死的, 可王传世一死, 他不也就, 他早上单独找到了我, 让我当他的男伴, 作为报酬, 可以给我五百名币, 不过我拒绝了, 高原摇了摇头, 他拒绝了赵会之后, 赵会应该是打算回来再照顾王传世的, 可他太想知道站牌的位置, 跟着胡光要单独跑了, 他大概也没有想到, 王传世会死得这么快, 怪不得他早上对你那么热情, 说起来我倒是要谢谢你了, 白诗翠也没想到赵会还有这一面, 如果高原答应成为赵会的男伴, 他就会被审判, 毕竟王传世随时都会死, 那样的人不值得信任, 高原回答道, 在副本里, 一个靠谱的同伴比明币更加有价值, 就在这时, 江诺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霍将军, 主人, 他们进去了, 几个探亲者趁着村长不在家, 已经偷偷潜入了村长家, 只是他们对村长家似乎并不熟悉, 一直都在到处摸索着, 你继续盯着,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注意别被发现了, 江诺说道, 会将军有隐身的能力, 这一点他并不担心, 江诺打算回房间, 好好看一看王二妞给的笔记本, 因为他知道那笔记本里一定有线索, 而秦轩却打算独自出去一趟, 有一点我比较在意, 我会很快回来, 秦轩出门前说道, 好, 路上小心, 江诺没有制止, 他也想趁着独自在房间之际, 进一趟安全屋看一看, 安全屋在升级之后, 植物成熟的速度似乎更快了, 不到五天的时间, 后院里种下的小麦就已经长了青色的碎, 挂在枝头看起来沉甸甸的, 那青色已经开始隐约要变成黄色, 而中间的一些青菜更是早已成熟, 江诺先走进去摘了一波, 秦轩里面的鸡鸭大大小小, 看起来已经有二十几只, 不仅如此, 地上的角落里还多了不少鸡蛋和鸭蛋, 都快三十只了, 再注意到后面还有几只刚孵化出来的鸡仔和鸭仔后, 江诺更加惊喜了, 原本他以为至少要几个月后才能给几只鬼异们开婚, 现在看起来要提早了, 不敢在安全屋里待的时间过久, 江诺在摘完菜放完饲料后很快就出来了, 王二妞的日记本里只有十几篇日记, 江诺注意到了关键的几篇, 12月10日, 家里的水又有味道了, 就连清水糖的水也变了色, 老公晚上干活回来说看到有人在清水糖里扔了一大包垃圾, 说不定就是因为乱扔垃圾才让池塘的水变脏了, 12月25日, 村里的人都病了, 老公也病了, 怎么办, 怎么办, 12月30日, 死了很多人, 老公也快要坚持不住了, 村长说是瘟疫, 上面的人已经来封村了, 村子真的被封起来了吗, 可为什么没有人来村里救人呢, 绝望, 1月10日, 死了, 死了, 都死了, 村口又有人吊死了, 他们说我是不急之身, 可能要被拉去审判了, 好可怕, 我把家里仅剩的余粮都送给了疯子, 1月13日, 伊曼被活生生砸死了, 伊曼的妈妈和家人来晚了, 连去全尸都没有看到, 伊曼的妈妈诅咒全村的人都去死, 是啊, 都去死了就好了, 就不会有痛苦了, 1月18日, 疯子家里来了位大叔, 大叔说他们很多人被拦在了村外, 还想要我帮忙找证据, 可是村子里的瘟疫不是邪碎, 在作怪吗, 日记截止到了1月18日, 日记本后面的家层里, 还加着一些被撕碎的纸屑, 姜诺试着拼了拼, 发现这像是一张名片, 因为有残缺, 姜诺最终只能看得出, 这是一张警队的名片, 名片的主人姓刘, 后面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已经完全无法拼凑, 就在这时, 门被敲响了, 白诗翠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姜诺, 我们在下面找到了这个, 门外站着的正是白诗翠, 他刚刚也和高原一起试着找了找线索, 他们在楼下的垃圾桶里, 找到了一个空了的小药瓶, 药瓶上画着一个骷髅头, 并写着剧毒物三个字, 白诗翠看了之后就无比后怕, 他担心顾大嫂会给他们下毒, 更怀疑这是不是就是导致村子的水有问题的原因, 这种毒药只需要一点的量就能致死, 更别提这么大一品了, 不过这种毒物会让人立刻休克而死, 不会引发什么疾病, 高原补充道, 这具毒物肯定不是根源, 没错, 村里的水并非是因为这个原因, 见两人面露疑惑, 姜诺拿出了在机关里拍到的那份文件照片, 这到底是什么合同? 高原问, 他也看不懂这些密密麻麻的诡异文字啊, 星号星号化工厂与清水村用水的相关事宜, 姜诺直接念了出来, 两人顿时睁大了眼睛, 这份文件上有十几个人签了字, 其中就有村长的签名, 清水村的水, 或许在很久以前就被化工厂污染了, 村民们长期饮用这样的水, 才导致身体变差, 最终死亡, 姜诺记得在机关里所看到的交易场景, 那几名西装革履的人应该就是化工厂的人, 而和他们交易的代表就是村长, 可他们说是瘟疫, 我还以为, 白石翠恍然大悟, 不说是瘟疫, 又怎能向村民解释, 姜诺冷笑道, 瘟疫, 邪碎和审判, 这些只是为了限制村民思想的枷锁罢了, 没错, 我刚刚也找到了好东西, 秦轩在此时推门而入, 什么好东西? 高原问, 难道是完美通关的线索? 清水塘的水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审判后冒出来的水, 其实是有人在水闸口打开了放水开关而已, 秦轩摇摇头, 指着一个被他绑在了门外的南村民说道, 那南村民已经被秦轩打成了麻花状, 此时正不安地缩在门边, 他就是控制水闸的人, 秦轩对几人说道, 审判李一曼后, 油水从清水塘下冒了出来, 村民们以为那是河神显灵了, 其实只是人为控制的而已, 所以说整个村子的人都被骗了, 白石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来咱们应该要和顾大嫂好好谈一谈了, 姜诺觉得顾大嫂或许早已经知道了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要是顾大嫂知道中成海的事就好了, 而正当几人准备下楼之际, 楼下却被一群村民闯了进来, 你这个毒妇, 竟然弄死了你的老公, 你们才结婚不到一年啊, 站在前面的孙秀英指着顾大嫂骂道, 顾大嫂弄死了他老公, 姜诺几人连忙跑了下去, 可是顾大嫂没有任何辩解, 任凭几个村民将他带了去, 审判,审判,审判, 村民们喊着齐齐的口号, 消失在了门外, 顾大嫂的老公确实死了, 不过是刚死, 秦轩已经从客厅右侧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床上的男人被菜刀捅了得透心凉, 那把菜刀正是顾大嫂在厨房里拿的, 姜诺想起了什么, 在和霍将军又确认了一通电话后, 连忙找到了刚才的孙秀英, 也就是他们第一个晚上所休息的农夫家, 你是怎么知道顾大嫂的老公死了的, 姜诺问, 我知道顾大嫂对她老公不好, 特别的不好, 但是我不知道她老公死了, 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 是顾大嫂刚才告诉我的, 检举有功,检举有功啊, 孙秀英握着手中的一张铭币亲了亲, 姜诺站在原地, 久久才回过神来, 我可能知道顾大嫂的愿望是什么了, 是什么, 高原立刻兴奋的问道, 她是为了复仇, 她的复仇对象是整个清水村的人, 姜诺回答道, 整个清水村, 白诗翠属实没想到, 他们都以为顾大嫂要去报复胡村长, 没想到会是全村的人, 那她为何要自投罗网? 高原又问, 难道顾大嫂知道难度过大, 所以放弃了, 因为她不想让村长回家, 李一曼的家人还潜在村长家中, 姜诺回答道, 也就是霍将军一直在跟着的探亲者, 王二妞的日记里提到了李一曼的妈妈和家人赶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来到清水村的不只有顾大嫂还有李一曼的亲人, 他们都在为李一曼复仇, 顾大嫂的心愿是让全村人陪葬, 所以她总是把都是坏人, 都该死挂在嘴边, 而现在他们离复仇就只差最后一步了, 可李一曼的家人还没有传来消息, 所以顾大嫂打算用自己拖住村长, 也是拖住全村人, 他们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高原问, 顾大嫂的家人去了村长家, 难道是想要血洗村长家? 据毒物, 河水, 秦轩说道, 他们想要投毒, 村长家的地下, 有着全村的水源, 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水里下毒, 全村人都会成为陪葬, 所以顾大嫂才联系了孙秀英, 告诉她自己杀了丈夫, 因为她知道, 孙秀英也是审判拥护者, 她一定会叫来村民审判她, 那顾大嫂现在投毒成功了吗? 白师翠问道, 江诺摇摇头, 他们还没有找到地下净水师的入口, 这一点她已经和霍将军确认过, 霍将军一直都跟在那几人后面, 目前来说, 只要她让霍将军将入口告诉几人, 他们就已经有极大的可能性满足了优秀通关的条件, 只是她也完全可以绕过优秀通关, 去攻克完美通关, 这件事他们可以不再插手, 去看一看顾大嫂吧, 秦轩说道, 江诺点了点头, 跟着一群看热闹的村民来到了池塘边, 顾大嫂已经被绑在了原刑审判柱上, 不过片刻, 她就已经变得异常狼狈, 头发凌乱, 身上的衣服都破了几处, 然而她却抬着头挺着胸, 目光穿越人群遥望着远方, 眼神中有一丝交集, 那个方向正是村长家的方向, 这老娘们真恶毒, 死了才好, 哈哈和女儿一到, 被砸成肉泥, 我待会要砸她那里, 砸那个地方, 女人叫得更凶, 叫得凶, 才好听, 上一次那个没穿衣服的才叫好看, 一砸一个雪窟窿, 村民们肆无忌惮地说笑着, 起哄着, 还有人越越欲试着, 胡村长站在人群簇拥着的正中央, 满脸含笑地与身边的几人侃侃而谈, 每个人对她都极其谄媚, 那边的几个人都是被她任命的干部, 有几个还是亲戚, 白诗翠附在江诺耳边说道, 江诺已经握起了拳头, 秦轩似乎知道她内心的挣扎, 说道,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 你还记得那条规则吗? 江诺说道, 当权威不再公正, 盲目终将导致恶果, 弱者才会被审判, 村子里的村民都是麻木不仁的, 或许他们刚开始只是被迫接受现实, 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盲目跟从以及同流合污, 将自己也变成了始作俑者, 盲目终将导致恶果, 就算他们不帮顾大嫂完成心愿, 清水村也会自食恶果, 弱者才被审判, 顾大嫂, 以及之前被审判的人都是弱者, 所以帮助弱者, 对他们来说才是应该做的事, 在三人的点头中, 江诺拨通了霍将军的电话, 我知道了, 主人, 我会带他们找到入口, 霍将军回答道, 安静无比的院子里, 几名探亲者在看到面前突然出现的断臂男人后, 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然而那断臂男人只是看着他们转过身去, 随后朝一条过道走去, 几名探亲者则跟了上去, 其中一个房间的衣柜被打开, 霍将军拧开了暗室入口, 池塘里, 审判即将要开始, 看着顾大嫂皱起眉头焦急的样子, 白诗翠忍不住喊道, 顾大嫂, 你的心愿会完成的, 白诗翠的声音夹杂在人群之中, 尽管没人注意, 可顾大嫂却听了一清二楚, 她朝几人投来一抹温柔的笑, 审判开始, 数不清的石块皆朝顾大嫂的身体上杂趣, 伴随着村民们兴奋的叫喊声, 顾大嫂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只是默默地承受着, 远处的上空中传来一阵并不起眼的鞭炮声, 顾大嫂的眼中露出一抹疯狂, 随即她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笑声让周围的石块停了下来, 可更加离奇的是, 半空中竟然毫无征兆地飘起了毛毛细雨, 原本黄沙遍布的景象变得清晰了起来, 干裂的大地因着细雨被蒙上了一层暗色阴影, 可村民们并没有露出气带成真的欣喜, 而是一脸麻木地站在雨中, 只有两道人影窜进了池塘中, 高兴地舞动着, 跳跃着, 是疯子和胡光耀, 太好了, 下雨了, 终于下雨了, 蜂子怀里还抱着两个纸人, 雨水打在纸人身上, 纸人开始变得吊甩破烂, 呜呜呜, 弟弟妹妹, 你们怎么了? 蜂子高兴没多久, 就又开始哭了起来, 他哭得很伤心, 却无人上前安慰, 胡光耀只是高兴, 高兴地边哭边笑, 随后又对着审判主自说自话了起来, 姜诺看着周围的村民, 有些人甚至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怎么这个时候下雨了呢? 还没有, 玩了够呢, 下雨了, 下雨了就要回家收衣服去了, 因为这毛毛雨, 不少村民都转身慢吞吞地离开了池塘边, 审判被雨水停止了, 哈哈哈哈, 审判柱上的顾大嫂低头阴侧侧地笑了起来, 要死了, 都要死了, 全都该死, 该死, 这是顾大嫂的心愿吗? 姜诺走上前去, 抬头问道, 我的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让他们多为我女儿陪葬, 杀人偿命, 没有一个能逃得掉, 没有一个能逃得掉, 顾大嫂的回答也验证了姜诺的猜测, 眼看一旁的疯子还在无助地哭泣着, 秦轩上前扶起了他, 你是哥哥, 要为弟妹撑伞, 一直哭的话, 他们也会害怕, 撑伞, 疯子止住了哭泣, 随后想起了什么, 不住地点头道, 你说的对, 他们小时候都是我打的伞, 我得带他们回家, 回家就淋不到雨了, 疯子两只手臂抱起了两个指人, 快速地朝家的方向狂奔而去, 他的身影, 就像是哥哥牵着弟弟妹妹的手, 只有疯子是清醒的, 姜诺看着他的背影说道, 疯子的速度很快, 他没有被清水村污染到, 那他呢, 白诗翠指着时而哭时而笑的胡光耀, 他总觉得胡光耀似乎也和别人不太一样, 他难道不是第二个清醒者吗, 姜诺摇摇头, 他, 他不算, 他只是糊涂又清醒着, 他不是最清醒的, 应该是最痛苦的, 他痛苦, 白诗翠不明白, 身为村长的儿子, 胡光耀为什么要痛苦, 机关里躲在巨室后面偷听的人, 是他, 他或许从一开始就知道村长所为, 姜诺说道, 胡光耀, 钟承海, 村长, 这三个人必有某种联系, 他和村长的关系不好, 秦轩点头, 池塘边的村民们都走了, 胡村长也不见了人影, 看到儿子在这里发疯, 他根本没有前来制止, 父亲和儿子的悲喜, 并不相通, 胡光耀似乎听到了几人的话, 他像是喝醉了酒一般的走了过来, 下雨了, 是很好的朋友, 他一直都知道你的心事吧, 姜诺说出这个名字时, 胡光耀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是了, 他一直都知道, 是我告诉他的, 我明明不该告诉他的, 胡光耀回答道, 他知道化工厂的事, 知道池塘水变臭的原因, 更是知道你的痛苦, 所以他去找了他们, 希望能说服他们, 与化工厂结束合作, 对吗? 姜诺继续问着, 胡光耀点点头, 他是去了, 他是去了, 但再也没回来过, 他也不会回来了, 看来他真的死在了你们家中, 秦轩遗憾摇头, 村长家地下的净水势力, 就是中承海遇害的现场, 只是他的尸体, 不知被藏匿到了何处, 那疯子的妹妹呢? 姜诺又问, 他跟着承海, 看到了他进了我们家, 你们说, 我爹他们还会放过他吗? 他们不会, 他们谁都不会放过, 要是和他们终止合作, 村子不但没了钱, 他也做不成村长了, 胡光耀有些害怕的蹲了下去, 捂住了脑袋,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 白狮翠好像明白姜诺的话了, 因为知道的太多, 又不愿意完全变得麻木, 所以他才痛苦, 你也在以你的方式进行反抗, 只是你没有中承海的勇气, 姜诺说道, 胡光耀从一出现, 就在默默引导着他们, 他带着他们找能拍照的地方, 带着他们来到清水塘, 理所当然地遇到了钓鱼翁, 他带着他们去了枯草丛林, 或许是想要让他们尽快离开村子, 只是因为知道那里有不少人被害死, 出于恐惧心理, 他还是逃跑了, 就算是有勇气也不行, 水库里的水都已经被污染了, 他们封堵了水库, 清水村就没水用了, 可就算是水库开闸放水, 那些水仍然不能再用, 清水村, 完了, 完了的, 胡光耀抬起头, 尽情地让那张苍白的脸沐浴在细雨中, 说出来的这一刻, 他只觉得心中无比轻松, 他张抬手臂在池塘里边跑边大声喊道, 完了, 完了, 让我们一起走向灭亡吧, 一起毁灭, 就不会再痛苦了, 可是疯子, 希望他永远不要知道真相, 这也是幸福, 白诗翠认为, 最可怜的人是疯子, 可是最幸福的人也是疯子, 他会知道中成海在哪里吗, 高原对江诺已经心服口服, 原来很多细微线索,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放过, 江诺微微摇头, 他不知道, 亦或许他已经猜到了, 但是不能告诉我们, 规则约束着每一个人, 当天晚上, 只能在各自房间里的四人几乎整夜未眠, 村子里哀嚎声绵绵不绝, 被终止审判的顾大嫂回到了小院, 小院的大门敞开, 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两名年轻男女走了进来, 他们与顾大嫂相拥而泣, 一家人手牵手走向了门外, 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声, 有村民爬向门外, 看到了站到村子正中央的四人, 霍将军说, 四人在村子里站了一整夜, 直到天亮才离去, 天色微亮, 空气无比清新, 小院里, 一道通关出口出现在了几人面前,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出口在我面前, 但我却不打算走进去的情况, 高原说道, 以前哪一次不是喜大普奔的冲向出口的, 可这一次, 他要完美通关五星副本, 你真的不进去吗? 中城海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哦, 白师翠似笑非笑地问, 要是我没猜错, 他们俩已经知道答案了, 对吧? 高原指着江诺两人说道, 他们对这出口完全没有兴趣的样子, 一看就是要去干大事了, 不确定, 跟上吧, 秦仙见江诺朝门外走去, 拍了拍高原的肩膀说道, 他也猜到了一处地方, 但不知是否和江诺所想的吻合, 清水村的人像是一夜之间都消失了一样, 路上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江诺并不在意, 他的手上拿着一块蓝色的布料, 这是今天早上出现在他门口的, 霍将军说这是顾大嫂留下来的东西, 这块蓝色的布料, 和指人中城海身上的颜色一模一样, 上面见上了深浅不一的血迹, 还有泥土, 以及一些干碎草屑的痕迹, 顾大嫂在此之前受到某种约束, 不能走出小院, 他昨天所去的地方只有池塘, 所以这块布料是顾大嫂在池塘里发现的, 王二妞的日记里提到, 干碗活回家的丈夫看到有人往池塘里扔大包垃圾, 江诺猜测那并非是大包垃圾, 而是尸体, 那日他在疯子家中指人的脑袋掉了下来, 里面腥臭的水草也是暗室, 中城海的尸体很有可能就在池塘里, 当几人赶到池塘,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中城海的蓝色指人竟然独自出现在了池塘里, 他静静地坐在审判处旁边, 只坐的身体看起来已经破了多处, 风吹过摇摇欲坠的身体, 发出哭一样的声音, 中城海的尸体应该就在这石柱下面, 江诺说道, 顾大嫂只来过这里, 胡光耀对着石柱说话, 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中城海, 身旁的秦轩似乎早有准备, 已经在一旁摆好了要挖坑的工具, 他也猜到了这里, 但也是靠江诺之前给出的线索, 以及前日被他抓住并揍到变形的南村民口中推测出来的, 知道要挖出尸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高原也摩拳擦掌的准备着从哪里下手开挖, 不过似乎他们要先毁坏这援助行审判住才行, 江诺转身换来了霍将军, 霍将军把这里给砸了, 好的, 主人, 霍将军本就天生神力, 身为诡异的他更是百无禁忌, 坚实的拳头砸在水泥块上, 只第一拳便砸出了裂缝, 几拳下去, 圆柱体便已轰然倒塌, 真厉害, 高原在一旁定定地看着, 他曾经听说洛阳城里出过三个高级诡异, 不知道那三个高级诡异和这个比起来如何, 昨天的毛毛细雨似乎下了一整夜才停, 池塘泥土表面被润湿, 看起来并不怎么干硬了, 哇吧, 江诺对在场的两位男士说道, 至于他和白狮翠还要去下一个地方, 审判住倒塌, 乌云遍布的天空似有阳光穿破, 阴郁的池塘中都多了些许生机, 江诺和白狮翠绕过巨石, 钓鱼翁还在原来的位置, 只是他已经收起了没有鱼线的鱼竿, 往远处看着什么, 他看到了走来的江诺两人, 面色严肃地站了起来, 不会真的是他吧, 白狮翠小声嘀咕着, 完美通关, 找到中城海, 并交给最后一个外来者, 最后一个外来者, 他们一直以为是顾大嫂, 王二妞的日记里有提到过, 有位大叔比顾大嫂更晚出现, 江诺说完, 二人已经走到了那钓鱼翁的面前, 只听江诺问道, 请问你是刘叔吗? 被撕碎的那张警队名片上, 只能看到一个刘字, 江诺只是试着问问, 却见钓鱼翁重重地点了头, 我叫刘志国, 是行警队的, 半个月前, 我们警队好不容易来到清水村, 可, 能进来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不敢打草惊蛇, 所以只能伪装成老翁刘在这里, 你们既然知道我姓刘, 就应该是找到了证据吧? 刘志国解释后也问道, 你知道钟城海已经死了? 江诺问, 死人, 可以当成证据吗? 刘志国叹了口气回答道, 我知道, 那孩子已经死了, 就是他, 向我们取报了清水村的情况, 他在临死前, 已经想办法把一些相关物证发给了我们, 但我们要找到他, 他不该被埋没, 江诺没有再多问, 此时白诗翠接了一个电话, 一脸兴奋地说道, 他们真的找到钟城海了, 钟城海的尸体, 被装在一只塞满了石块的麻袋里, 并且被死死地压在审判柱下面, 可是他还是被找到了, 已经白骨化的手中, 还紧握着一个手工雕作的木头小人, 小人上写着城海二字, 就在木头小人被刘志国拿起之际, 一旁出现了一幕光影, 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 将木头人塞进了面前大哭的小男孩怀里, 蹲下来说道, 弟弟别哭了, 下回你要是再害怕, 就把我做的小木人拿出来, 小木人是会给你勇气的, 旁边还有一个胖胖的红老小女孩, 撅着嘴部满道, 大哥偏心, 只给二哥做小木人, 成雪也要了, 好好好, 大哥回去就给你做, 男孩一手牵着不再哭泣的弟弟, 一手牵着妹妹, 朝远处走去, 光影骤然消失, 几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将若盯着光影消失的地方, 半嗓才说道, 原来他叫钟成雪呀, 红老小女孩, 正是他在土楼里遇到的小女孩, 只是略微有些稚气未脱的婴儿肥而已, 白石翠擦了一把眼泪, 疯子, 我是说钟成林, 他以前还挺帅的, 跟明星一样, 钟成林的孩子我也知道, 他当年是为了救人, 跳进了冬天的冰湖里, 人被他就上来了, 只是他却留下了后遗症, 刘志国叹着气, 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钟成林的实际上过新闻, 他还惋惜过, 不过还好, 钟成海被找到, 兄妹三人, 或许终于能在另一个地方团聚了, 该走了, 秦轩提醒道, 完美通关的出口已经出现, 就在池塘的正中央, 姜诺听见了什么声响, 转头望去, 只见一辆辆的警车驶入了清水村, 湖村长和一行人被扣押进了警车内, 对岸的另一边, 疯子正笑着朝他们挥手告别, 他的身后, 还站着一名穿蓝色不衣的男青年, 和红袄的小女孩, 嗯, 走吧, 姜诺也朝那三人挥了挥手, 转身走进了通道, 清水村的完美通关奖励的东西, 颇为丰富, 高原不仅拿到了冥币, 还有几张休息卡和几颗进化药丸, 这对通关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保命道具, 在洛阳城里, 每一样都能卖个好价钱, 不过高原是不打算卖的, 这些东西, 够让他多活过好几个副本了, 姜诺又看到了秦轩手上的罗盘, 只是白诗翠两人都在专注于通关奖励, 并没有注意到站在通道口的秦轩, 几人领过了奖励后, 就被传送到了洛阳城外, 时间还早, 要不要去我店里坐坐, 姜诺问道, 这里离他的店铺很近, 况且他也听说白诗翠的房租已经到期, 如果再不续租, 就会无处可去, 白诗翠眨了眨眼, 惊喜地问道, 你真的开店了呀? 去, 我必须去, 要是这样, 他以后就可以经常去找姜诺了, 上次的咖啡还没有喝完, 挺可惜的, 秦轩已经收起罗盘, 他和姜诺被送到清水村的时候, 他正品尝着姜诺泡得极好喝的咖啡, 至于高原更不必说, 当他跟着几人来到姜诺所说的店铺时发现, 面前竟然有两家非常相似的店铺, 众生杂货铺和众生诊所, 这两个都是你的, 高原问, 这一看就是同一个老板开的, 是的, 进来坐, 今天咖啡馆够, 姜诺先是走进了杂货铺, 这里是十三娘负责的店铺, 两旁各站了两尊石像, 那是他向白铃租下的保安, 剩余的四个守在了旁边的众生诊所里面, 主人, 你回来了? 十三娘看到来人, 妖娆的走了出来, 嗯, 梦里他们呢? 姜诺随口问道, 主人, 梦里去发传单, 珊瑚在守家, 十三娘回答道, 发传单, 姜诺有些疑惑, 她好像并没有布置过这个任务, 是白先生建议的, 白铃说过, 作为一名合格的契约诡异, 就算是没有任务的时候, 也要会为主人排油解难, 行吧, 姜诺决定先将这件事放一放, 毕竟她还要招待客人, 其实倒也不是姜诺豪克, 她只是有些眼馋三人的积分, 积分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只有到了她的安全屋才会起到作用, 如果不加以利用, 就是白白浪费, 安全屋在升级到了二级后, 就已经开启了隐身功能, 此刻等在楼下的三人还浑然不知, 说是去楼上准备的姜诺已经将安全屋开启了隐身功能, 没过多久, 他们就被盖进了一间明亮无比的房间里, 白诗脆顿时神清气爽了, 咖啡的味道好香, 我觉得我的脑袋都被晕了, 白诗脆贪婪的嗅着空气中咖啡豆的香味, 清水塘里本就有污染, 他们已经待了许久, 除了秦轩和姜诺以外, 白和高二人都早已投昏脑胀, 以为是咖啡有提升醒脑作用的他们, 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被安全屋进化了, 这下面两家都是我的店, 只不过诊所那边是朋友在帮忙打理, 你们以后可以常来, 姜诺熟练的泡好了几杯咖啡,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三人的积分, 安全屋已经全部吸收, 他又赚到了, 这一次真的很感谢各位, 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我高某一不容辞, 高原说完喝了一口咖啡, 微微的苦味里却夹杂着温暖的香甜, 他只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 以后再碰到大家还是朋友, 姜诺说道, 副本里多个认识的人, 可比孤身一人方便多了, 真不知道清水村以后会怎么样, 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俩, 我恐怕就完蛋了, 白诗脆知道自己的金量, 不差, 但也好不到哪去, 副本里的人不是机器, 每一次进入不同的参加者, 对他们来说, 经历和结果都是真实的, 至少在我们去过的这个清水村, 结局是圆满的, 秦轩因为被困在殷勤机场里多次, 所以对副本的机制较为了解, 就如同人们理解的轮回, 每一次进入新的参加者, 对于副本里的那些NPC来说, 也是一次新的轮回, 秦兄真是学识渊博, 高原惊讶道, 这种说法他还是第一次听过, 三人在姜诺这里休息了片刻, 秦轩便接到了一通电话, 爷爷现在怎么样? 姜诺发现秦轩的表情都变了, 是秦老爷子出事了, 我得先回去一趟, 要是可以, 我明天再来找你, 秦轩看着姜诺, 他原本想要在进入下一个副本之前, 尽量留在姜诺身边的, 快去吧, 姜诺知道他担心秦老爷子, 虽然他还有一些问题想问, 但还是准备留到下次, 我也该走了, 等你的店铺上了新货, 我一定来光顾, 秦轩走后, 高原也不好意思一直留在这里, 目前姜诺的杂货铺里就只有水在售卖了, 其他的东西据说还没有采购到位, 他也好奇这杂货铺里都卖什么东西, 好, 非常欢迎, 姜诺笑着告别了高原, 我只希望出去之后不要那么快的就进下一个副本, 白诗翠很想休息一段时间, 但又觉得休息的时候无事可做, 要是你愿意可以住在我这里, 二楼还在装修中, 之后会有很多房间, 姜诺这才说道, 正好他的店铺里也正缺人手, 真的, 你的店铺还能住人呢? 白诗翠从没有想过这一点, 此时脚步声从门外传来, 吴震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方便进来吗? 他只听说姜诺回来了, 便匆匆赶了上来, 没想到这还有一个女生, 当然, 这几天还习惯吗? 姜诺本就打算安置完白诗翠之后再去诊所看看, 吴震用了休息卡, 这几天应该一直在诊所里, 还不错, 倒是你们可还顺利, 秦轩前辈应该也已经出来了吧, 他是在几天前才知道姜诺和秦轩已经是熟人的事, 殷勤机场是他第一个副本, 如果不是秦轩, 他肯定直接被炸死了, 两人在店铺里同时消失, 他和张楚月就已经料到了他们进了同一个副本, 嗯, 很顺利, 不过他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姜诺也趁机介绍了白诗翠, 知道这是姜诺的朋友, 白诗翠滑到嘴边的哥哥又滑了回去, 其实我也是学护理的, 要是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叫我, 白诗翠说道, 那太好了, 我的休息卡明天就要到期了, 我可以教给你一些简单的伤口处理办法, 诊所可以只一夜半日, 吴震听后眼神一亮, 据说休息卡一旦过了时效, 就会在半日内进入新的副本, 张楚月还没有从副本里出来, 好在姜诺提前回来了, 可以, 我很乐意帮忙, 白诗翠没想到自己还能有这用处, 当即答应了下来, 他打算使用一次休息卡, 既可以休息, 又可以帮到姜诺, 何乐而不为, 看来这次不用关店了, 姜诺说道, 不过众生诊所里, 也的确该招一名医生了, 还有一个问题, 吴震说起了诊所目前的现状, 我虽能行医, 可并没有多余的药品, 如果诊所有一些基本的药品, 可以用就好了, 所谓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他这几天遇到多次类似的事情, 只能看着病人伤口恶化, 却束手无策, 这件事对姜诺来说或许有些牵强, 但也是诊所最无奈的现状, 药品吗? 传单的梦里和霍将军打车回了庄园, 大概是因为庄园是他和几个诡异共同生活的地方, 他现在已经将这里视为了自己可以完全放松下来的家, 明天别发传单了, 姜诺看了梦里手中的破旧纸张说道, 好的, 主人, 梦里的回答显然有些停顿, 下个任务你跟我去, 还有, 空余的时间你们可以去学学开车, 姜诺没有明说, 梦里发给人类的传单都是手写的, 上面虽然宣传了众生杂货铺, 可都是诡异文字, 大抵会被正经人当成是陷阱, 他曾经对几个诡异说过, 如果他不在的情况下, 有什么事可以去寻白灵的建议来听, 白灵对十三娘他们来说是诡异界的前辈, 所以梦里会听他的建议去发传单也不为奇怪, 不过对于现在的店铺来说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他的货物总会很快被卖光的, 我知道了, 主人, 梦里回答道, 姜诺回了安全屋, 就如同回了家, 进门后的布置和药店二楼的布置一模一样, 改成这种布置只需要他动动手指使用无线管家功能, 他甚至可以一键还原成原来的布置, 只是现在管理面板上的积分更加吸引他, 姓名, 姜诺, 体力值120, 积分24万0650, 精神状态, 优秀, 目前通关副本数10个, 账户余额名币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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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屋防御等级2级, 看着二十几万的积分, 姜诺有了久违的安全感, 不过想起之前的小举, 他还是有些许不安, 好在安全屋不仅能够持续升级, 如果有所损毁, 还能用玉石材料进行修补, 姜诺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之后, 发现自己这几天竟是胖了几斤, 毕竟这几天他一直没有运动, 秦轩总会时不时的拿出各种吃的来同他一起吃, 不过他还是放过了自己, 通关副本还挺累的, 他还要去隔壁几个诡异那一趟, 夜晚, 十三娘也回到了庄园, 见三个诡异都正经微坐在小阳楼的客厅里, 于是他也坐了过去, 最近你们吃了人丹, 感觉效果如何? 姜诺坐在四个诡异的对面, 像个老师关心学生一样关切地问道, 人丹, 很好, 很香甜, 人丹可以补充能量, 人丹好吃, 四个诡异有问必答, 姜诺点了点头, 我最近也弄了点好东西, 白铃说你们会喜欢, 你们可做好准备了, 姜诺见几人都点头, 于是从安全屋里拿出来了四肢被养的油光发亮的大公鸡, 四个诡异的眼神顿时直了, 是朝四周乱窜起来, 这是我养起来的活鸡, 你们每人一只, 姜诺并不担心四只公鸡乱跑, 果然, 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 四个诡异就各自抓获了一只, 慢慢吃, 谢谢主人, 四个诡异的声音在身后回荡, 姜诺转身离开了小洋楼, 安全屋琴射里面的鸡鸭已经有三十多只, 数量一旦起来之后, 繁殖的速度只会快上加快, 如果对自己的诡异有所帮助, 也不枉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后院卫视一遍, 第二天一大早, 四个诡异就已经齐齐等在了安全屋的门外, 主人, 公鸡让我能量大增, 梦里该进诡异球了, 梦里的气色果然看起来比之前好了许多, 面容都更加魅惑了, 不只是他, 其他三个诡异也多了几分神采, 今天起我会带着梦里, 十三娘去看店, 霍将军守家, 今天冯春会来教珊瑚如何开车, 所以珊瑚暂时和霍将军留在这里等着他吧, 江诺吩咐道, 洛阳城里开车无需驾照和其他证件, 不过现在只有十三娘会开车, 如果其他三个也都能学会, 他就不用每次打车来回了, 冯春是秦轩的司机, 等冯春交会了珊瑚, 会再轮流再交霍将军和梦里, 好的, 主人, 珊瑚额头上的王子微微发亮, 他跑步很快, 但是路上行驶的汽车比他跑得更快, 在他看来, 汽车就是坐骑, 他马上就能学习如何操控一辆坐骑了, 你们好好干, 只要不惹事, 以后有吃不完的攻击, 江诺临走时说道, 饼还是要画的, 几个诡异一口同声地答应了下来, 江诺怀着心中的坦特进了洛阳城, 他不担心自己再进入副本, 但因为接下来还有事情要做, 他不希望这么快就被传送到新的地方, 将后院里新收获的东西让十三娘运去杂货铺后, 江诺直接来到了白铃的店内, 白铃是做人类买卖生意的, 店铺名叫爵士所, 店里的生意火爆, 有不少的人类哭着暗下了血气, 血气一旦成立, 定下泄气的人类就能获得一笔铭币, 死后的躯体将由爵士所收回, 这听起来是一笔合理的买卖, 而他们之所以会哭, 是因为躯体一旦被卖给爵士所, 便将永远消失, 连变成诡异的机会都没有, 爵士所的人可以自由进出副本吗? 店铺里面的人都已经认得江诺, 很快将他当作贵宾带到了白铃的后花园, 江诺想起小举, 于是问道, 如果这些牵下血气的人死在了副本, 白铃要怎么拿到他们的躯体? 唯一的可能, 便是白铃有办法进入副本里面, 白铃想了想, 还是告诉了江诺, 你们人类去过的每个副本, 都有我们爵士所的人, 他们有可能是里面的一个人, 也有可能是一个物件, 牵过血气的人, 在进入后就会被爵士所标记下, 这本是城内机密, 谁让你是小江诺呢? 我可以告诉你, 白铃依旧坐在房梁悬挂的白色段布上, 居高临下的笑着说道, 这机密无关痛痒, 现在牵病血气的人类越来越多, 迟早会被知道, 那除了爵士所的诡异, 还有其他诡异, 可以自由进出副本, 甚至改变副本的人物吗? 江诺立刻问道, 或许白铃会知道, 小举, 当然不会, 就算是我们爵士所的人, 也不能改变小世界中的分毫, 如果真的发生那种事, 它会形神俱灭的哦, 白铃从上方轻盈地落在了江诺面前, 他飞红了眸子, 凑近江诺的脸问, 不过, 小江诺为什么会问到这个? 看着白铃那狐疑的样子, 江诺也不知该如何说起, 小举也有可能只存在于纺织公寓里面, 如果不是爵士所的诡异, 那又会是哪里的诡异呢? 或许它只是副本里面一个比较厉害的诡异而已, 到时候我让你帮我找的东西, 找到了吗? 江诺问, 他后院里的小麦已经全部成熟, 可他压根不会收割, 所以他想要寻到一台这儿八斤的小型收割机, 白铃面色古怪, 说起来你要找的东西还真是奇怪呢, 不过没有我白铃办不到的事, 东西已经在那边了, 白铃压根不知道江诺为什么让他帮忙找这个, 本来他仍打算再问一问, 但见江诺递来了一小筐金元宝以及一落明币后, 他还是决定不再问了, 知道的太多, 也不好, 万一这小富婆下次不敢来找自己办事了怎么办? 这东西对你来说挺重了吧? 我府上有一宝镜, 可以租给你用上一次, 白铃说道, 宝镜, 江诺很感兴趣, 莫非也是什么难得的宝物? 待白铃解释清楚后, 江诺才明白过来, 白铃所说的宝镜也是一个随身空间, 就像秦轩的戒子空间那样, 不用了, 我也有, 江诺当着白铃的面, 将那台崭新的全自动收割机收进了安全屋里, 你你你你,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白铃吃了一惊, 他的宝镜可是绝世珍宝, 朋友送的, 江诺毫无压力地回答道, 秦轩的戒子空间到底并非没有用处, 至少可以替他暂时掩饰安全屋了, 那你的朋友还缺朋友吗? 白铃追着问, 下回我问问他, 江诺笑道, 他从秦轩口中得知, 秦家祖宅的污染已经进一步扩大, 就在昨日, 秦老爷子竟然消失在了祖宅内, 毫无征兆的消失, 很明显是进了副本, 所以秦轩才会那般慌乱, 一个年事已高的人, 进入到处都是机关陷阱的副本里, 的确会让人担心, 只是江诺却不知该如何安慰秦轩, 毕竟他在书里看到过, 秦老爷子在诡异降临两年内都平安无事, 后来也是因为身体欠家而隐退, 况且秦家早已经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秦老爷子不仅随身携带戒子空间, 空间里面更是有各种道具和用品, 只要不随意违反规则,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白灵将最近洛阳城发生的新鲜事都说给了姜诺之后, 姜诺便离开了爵士所, 只是这时却有一道他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叫住了他, 姜诺, 叶凯安正与几人从一栋楼内出来, 一抬眼便看到了许久不见的姜诺从门前路过, 和叶凯安一起的, 除了苏曼雪之外, 还有一个让姜诺意想不到的人, 姜卓然, 也是当初害他落水的人, 姜卓然看起来整个人都阴沉了不少, 只是姜诺并没有看到书审两人的身影, 此时的姜卓然站在原地, 阴郁的脸上露出震惊, 你真的没死, 她的口气里除了难以置信之外, 竟带着几分姜诺看不懂的欣喜, 她一直以为姜卓然很讨厌他, 激养在书审家的时候, 姜卓然几乎没给过他好脸色, 我没死, 你很不高兴, 姜诺冷声问道, 我没有不高兴, 我差点以为是我把你给姜卓然别过目光, 虽然姜诺没死, 但是在看到她, 她的愧疚还是分毫未减, 自从姜诺出世后, 她活得像是阴沟里的老鼠, 主任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你们就别闹矛盾了, 咱们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一次,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聚一聚, 叶凯安看起来很高兴, 当即热情地邀请了起来,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她还要急着回去收个麦子呢, 后院里土地的时间可是珍贵得很, 姜诺, 你到底在怕什么? 叶凯安, 她得罪过你吗? 一道清亮的女声响起, 苏曼雪带着疑问, 看着这样的姜诺, 叶凯安和姜诺是不怎么联系的亲戚, 但表面上是过得去的, 可是她却发现, 每次姜诺对叶凯安都充满了敌意, 据叶凯安所说, 以前的姜诺并没有这样, 姜诺她就是这样的性子, 我跟她熟, 你们别见外, 没想到姜卓然却为姜诺解释了起来, 姜诺也不慌张, 抬眼瞥了一眼叶凯安道, 叶伯伯当初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灾星, 作为灾星, 我可要离你们远一点, 免得让你们跟着我倒霉, 阴阳怪气的讽刺语调, 让在场的几人听着都很不舒服, 叶凯安没想到姜诺如此记仇, 怪不得她的每次联系都换来的冷脸相迎, 不过想起最近她打听到的消息, 叶凯安虽然生气, 但还是露出抱歉的神色道, 我爸没有别的意思, 他只是喝醉了口误,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妹妹来看待的, 上次的三个高级诡异, 竟然全都是姜诺一个人的, 不仅如此, 他听说姜诺还在洛阳城里开了杂货铺和诊所, 这对急于想要发展视力网的他来说, 吸引力太大, 姜诺心中虽不耐烦, 但也不想让苏曼雪太过于起疑, 于是只好臭着脸答应了叶凯安的邀请, 叶凯安也在洛阳城里租了房子, 不过他却是租下了一整栋小楼, 小楼里来来往往有不少人, 看到叶凯安的时候都会和他打招呼, 这让叶凯安的脸色也缓和了几分, 刚才你看到的那些人, 都是有多次通关经验的参加者, 他们愿意与我相交注在这里, 我们也算是志同道合了, 叶凯安向姜诺解释道, 直到他带着姜诺来到了一个会客室门前, 会客室的上方还贴着三个烫金色大字, 安邦慧, 我一直觉得我们人类的势力过于单薄, 如果我们可以把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 说不定就能救下更多的幸存者, 这也是我想出这个名字的根本原因, 我和曼雪想要共同成立安邦会, 叶凯安的神情多了几分傲然, 不得不说身为原书的男主, 叶凯安的确符合男主的条件, 从小人物打拼, 靠着身边所有的资源成为经验丰富的强者, 不过姜诺对他所谓的安邦会毫无兴趣, 卓然已经同意留在我身边了, 我们现在身边缺乏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 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你, 姜诺, 我们是亲人, 叶凯安的黑发垂下, 低头满脸认真地看着姜诺, 我认为只有好好通关副本, 增长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我没有精力再摻回这些, 姜诺回答道, 苏曼雪笑了, 通关副本, 如果现有的副本, 你这辈子都通关不完呢? 上辈子苏曼雪死的时候仍然在通关副本, 他是死在那个强大的诡异手中的, 副本什么的, 在他看来毫无意义, 通关副本只是最底层参加者维持生存的无奈选择罢了, 那你认为除了通关副本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更值得我们做的事呢? 姜诺此前猜测过苏曼雪是重生回来的, 但他不知道苏曼雪对于潜意识的事情知道多少, 难道他是因为知道通关副本无用, 所以才这么说的, 于是他只试探性地问道, 苏曼雪皱起眉头, 上一世他不过只活了两年而已, 那两年以来一直在为安全屋来赚取积分, 每日可谓是如履薄冰, 他只知道就算是最厉害的通关者, 也只是会通关而已, 更黑暗处有许多他们人类无法知晓的事, 甚至那个人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他的命, 当然是获得更多的支持, 给自己足够多的筹码, 苏曼雪回答道, 那就是不知道了, 姜诺观察苏曼雪的样子便已猜到几分, 在他看来, 重生后的苏曼雪是因为没有了安全屋, 所以才选择继续留在叶凯安身边, 可是叶凯安还是按照原书中的发展, 开创起了安邦会, 也就是说苏曼雪并不知道更好的方法, 在未知的情况下, 人往往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重生回来的苏曼雪, 对未来也是未知, 你如果那么喜欢通关副本, 难道不是更应该加入我们的安邦会? 副本里有了信得过的人, 才更好通关吧? 苏曼雪即便是很生气, 却依旧选择顾全大局, 姜诺手上有三个高级诡异, 只要他答应加入安邦会, 那三个高级诡异就能任他们拆遣了, 姜诺, 我知道你聪明, 以前一直都是镇上的学霸, 可这里面太危险, 有卓然和我护着你多好, 叶凯安边引着几人进了房间, 边继续劝说道, 你们别劝了, 他不愿意做的事, 谁劝也没用, 让一直保持沉默的姜诺没想到的是, 姜卓然却在此时站到了他的阵营旁, 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卓然, 我知道你们关系一向不好, 但现在不是你和姜诺怄气的时候, 叶凯安是个会说话的, 三言两语便将问题又转移到了姜诺和姜卓然这对堂兄妹身上, 自己却当起了和事老, 姜诺和姜卓然关系不合, 这是他们大多数亲戚之间都知道的事, 就连姜诺落水, 据说也是被姜卓然给推下去的, 谁跟他怂气了,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草, 但凡他答应你, 我跟你姓, 姜卓然脾气不好, 一脚踢翻了一只满是灰尘的木椅, 木椅撞击地板, 发出一阵巨响, 苏曼学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正当叶凯安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面前的两人竟然齐齐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个时候进了副本, 苏曼学也吃了一惊, 是啊, 真是可惜了, 不过如果是从这里面进的话, 应该会是那个副本吧, 我这个远房弟弟, 他是要拖后腿了, 叶凯安已经换上了另外一副表情, 当初我们两人能出这个副本, 完全是靠你的空间, 他们进去, 他是凶多吉少了, 苏曼学亦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和叶凯安相处了两世, 他又怎会猜不到, 叶凯安之所以将姜诺带到这里, 定是在尝试将人引入副本, 三个高级诡异, 那丫头定是得什么机缘, 否则就凭他, 怎么会有高级诡异愿意臣服, 叶凯安说道, 叶赋的确说过, 江诺是个灾心, 毕竟叶赋和江诺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 连带着他们的女儿也不喜欢, 机缘, 叶凯安无意中的一句话, 却勾起了苏曼学的疑心, 难道这一世的江诺, 还有其他的好东西在手? 凯安, 你说的对, 我记得这个副本通关后, 会被传送到洛阳城外一个极其偏远的地方, 不如苏曼学的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杀人夺宝,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就看叶凯安能做到哪一步了, 而此时的江诺, 正身处于一道两边都是高强的铁门后, 铁门秀气斑斑, 看起来已经有许久没有被打开, 上面挂着一排沉重的枷锁, 和他一样被关在铁门后的, 还有五个神色个异的男女, 当然, 也包括一直在骂娘的江卓然, 熟悉又陌生的信息传入脑海, 已开启副本, 燃煤减肥序恋营, 本集完, 下集预告, 燃煤减肥序恋营,